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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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同學 我們已經打鐘囉 所以我們要上課了 你們怎麼是 這麼事情這麼開心 因為秋高氣爽嗎 對啊 現在是好天氣 你們難道沒有發現嗎 椰林大道兩旁的樹 現在真的是豪鳥相鳴 茵茵成韻 特別特別的那個喧囂 很美 所以你們可以去椰林大道邊欣賞一下 好啦 我們懸話暫且不表 我們要繼續來看一下我們紅樓夢的神話 我們這個今天不曉得能不能把它上完 總之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所謂的母神崇拜 透過女娲所引申出來的母神崇拜 究竟在紅樓夢裡面怎麼樣被運用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看一下這個表格 因為我沒有辦法放大 放大它會完全走樣 所以呢 請你們仔細辨析 首先呢 這就是那個梅茜林先生 他在他的紅樓夢哲學精神裡面 那麼對於紅樓夢中的這個母神崇拜 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明 他覺得呢 女娲作為一個孤雌淳坤 所謂守出玉世的這一個始母神 大母神的一個角色 那麼事實上是延伸到 紅樓夢裡面的母神崇拜心理 那這個紅樓夢中的母神崇拜心理呢 在神俗二界分化 然後形成不同的兩支系統 但是彼此又互相結合 甚至形成一個循環 首尾相接的循環結構 那麼請各位看一下 在神界的這個母神崇拜呢 投射為兩個重要的女神 那麼當然第一位 就是我們呢 花了很多功夫在談的女娲 那請你們注意 女娲所扮演的母神的角色 在功能上還是跟別的母神有一些區隔 他比較是屬於舊式之神 來挽救這個世界的輕頹 那麼重新恢復秩序 但是呢 當舊式工作完成之後 整個世界恢復了穩定的秩序 那麼他會依照一定的程序在運作 這個時候在這樣的一個軌道當中 是由誰來承接母神的這個功能呢 那麼接下來就是由景幻仙子 那各位都知道在前五回 景幻已經出現了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作為其中的這個主要的長理者 他其實所思多達好幾種 這個女性的命運 那麼我們的《紅樓夢》中的 這個重要的十二金差 包括政策覆策 又覆策 事實上的都被歸類在 他太緒換金中的哪一個單位中 這個要能夠回答 因為這非常的重要 你們可能沒有讀得很仔細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然你們恐怕會誤解 《紅樓夢》的主要宗旨 請你們翻到第五回 實際上在第85頁 好 第85頁 作者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將來所看到的所有 《紅樓夢》中的重要女性 他們基本上都是被歸類在 所謂的薄密斯 這個請你們翻到第85頁 也就是在第一段的最後一行 請你們注意 所以以下所看到的秦文 習人 襄林等等 其實還有包括後面 林黛玉 薛寶釵 所有我們將來所要認識到的 所有的人物 他們都是被歸類在薄密斯 這一點請你們一定要深深地印在腦海裡 換言之 《紅樓夢》所要刻畫的是 這眾多女性們各式各樣的悲劇命運 好 這個請你們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們曹雪芹沒有要刻意塑造 哪一個人物為的是諷刺他 或者是為了來反對他否定他 這是一個滿 我覺得其實是很粗淺的一個看法 他們就是表現出各式各樣的悲劇 你再好再有其他的什麼樣的特質 但是在那個社會之中 你注定都要淪落 那麼那個淪落當然就是表示 你會喪失掉聖兒為人的一種幸福 所以這都是薄密斯 所以請你們要注意 那麼因此我們要跟各位提醒的是 景幻仙子他其實作為一個母神 他所掌管的就是眾多女兒們的命運 那所以他應該是歸類為命運之神 所以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跟女娃之間其實是有一些不同功能的區隔 那麼到神界的功能完成之後 我們這些眾多女性們都要下世為人 那麼在為人所敷衍的一段 這個悲喜的這個故事之中 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母神在其中擔當的身影 那麼當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賈母 那賈母事實上是賈府的金字塔尖的最高權威 那麼由於儒家社會所富於母親的 那麼重要的地位加上孝道的加持 所以當一位寡母請你們要注意 只有寡母才有這樣子的高於兒子 也就是兒子所擁有的父權之上的更高的權威 所以這位賈母不要忘記喔 他之所以能夠在賈府中呢 變成是眾星拱月的權力來源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請注意他也是孤辭淳坤 就是他是一位喪夫的女子 但是因為呢他有了子嗣 而且這些子嗣們都非常孝順 不要忘記賈正社非常孝順的 那麼在這種種前提之下呢 賈母才能夠擁有這樣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 所以請你們要注意喔 所以假設說他的丈夫是誰 賈母的丈夫是誰 你們還背不起來這樣不行喔 我們的人物關係表裡面要好好運用 是不是叫做賈代善 好 那麼賈代善如果沒有先他而死 老實說賈母不會享受到這樣的權威 因為呢夫為妻剛 那麼做妻子的 他事實上是又必須臣服在丈夫的權威之下 所以假設賈代善沒有死 賈母事實上不可能在紅龍夢中 賈府的運作裡面 那麼擁有這樣一個無上的這個權威 這個請你們要注意 所以注意孤慈淳昆的這個設定 那麼基本上呢 是宗貫在神界到俗界的所有母神的 一個必要的前提喔 好 那麼當這個賈母作為一個命運之神 有沒有注意到他其實庇護 那麼在他羽翼之下的眾多孫子孫女們的命運 基本上也是由他賦予這些孫子孫女們呢 那麼是在一般父權底下 所享受不到的自由跟幸福 有沒有注意到其中一個首先直接受到他的 簡直有如聖旨般的避孕的 那個人物是不是就是我們的主角賈寶玉 有沒有 賈寶玉就是因為賈母的寵愛 他是不是可以在一個女兒的陰性世界裡面 去享受到比較是無拘無束的那種自由 尤其在父子衝突達到高峰 有沒有他不是被父親那麼重重鞭屍 幾乎是將近要致命的狀態 但是這個空前的衝突呢 無形當中也使得賈母以至高無上的母權來介入 然後呢抵擋了父權對於寶玉的前置 然後讓寶玉呢能夠獲得更高的自由 你們還記不記得36回一開始就有講到說 就因為賈母的命令說打中了不許出外門 那結果我們寶玉得了這個是不是更加得意了 對不對 所有的一切的禮儀束縛 他完全可以置諸腦後甚至連成婚定性 這個是那一種大家族所 每天不可或缺的一個孝道的實行 也都隨他變了 你們還記不記得那一段話 所以呢賈母的一個給寶玉不同的命運 這這個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事實 可是除此之外呢你們不要忘記喔 有一個大家以為他很楚楚可憐的孤女 事實上呢他同樣跟寶玉一樣 享受到至高無上的一個權威的庇護 而享受到賈府當中一人之下 幾乎是眾人之上的一個寵兒的黛玉 那個人是林黛玉 林黛玉事實上也是因為賈母的寵兒 所以他事實上呢 跟寶玉是相提並論的兩個寵兒 那就這一個現象來說 我們會有一個專題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麼或許根據這麼多的證據 我們可以重新建構出不同的林黛玉的形象 他絕對不是寄人理想 那麼他也絕對不是那一種呢 所謂的瘋刀雙劍言相逼的那種 可憐孤兒的處境 絕對不是 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所以在賈母的寵愛之下呢 林黛玉甚至在很多地方 那麼都具有跟寶玉一樣 像這個擋劍牌 像擋土牆一樣的消災免惡的功能 那這個呢我們將來再說 所以賈母作為命運之神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還記不記得在第二回 冷子星演說榮國福的時候就已經清楚交代 因為賈母怎麼樣非常寵愛這些孫女兒們 所以他把這些孫女們是不是都帶在身邊 跟著他一起呢讀書 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麼這些孫女兒包括誰呢 就跟寶玉同一代的孫女們啊 是不是就是迎春 探春 席春 那元春已經入宮去了 事實上呢元春在入宮之前 從小也是呢在賈母身邊一起長大的 所以元寅探席四村都是在賈母身邊 受到非常良好的熏陶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尤其呢將來我們在個別人物論的時候呢 要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情 這四村呢各有各的原生家庭的繁難糾結 而在他們各自的原生家庭當中呢 他們事實上會受到很多束縛 乃至於人性上面的扭曲 若非來到賈母身邊 他們才能夠享受一些呢親近的歲月 然後得到心靈的寧靜 乃至於生活上的平靜幸福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 他們事實上恐怕沒有辦法 如我們所看到的呢 這四位女性都各自有各自的風采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賈母事實上所發揮的 是對這些女兒們 或者是孫姊們的 這些眾多孩子們的那個成長中 給予他們庇護 給予他們健全的人格 成長的環境 所以他作為一個命運之神 這是毋庸置疑 但是賈母終究要退位 因為他年紀很大了 那麼最後呢 依照我們前80回很多的蛛絲馬跡 他事實上是在賈府抄家前後 他是要過世 那麼過世之後呢 賈家群龍無首 而且面臨到真的是存亡危機 非常緊迫的狀況 而那個時候呢 賈府的最後一線的女兒的命脈 也就是喬姊兒會發生很嚴重的 這個悲慘的命運 而這個時候呢 有另外一位母神般的人物出現 那麼拯救他於危難之中 讓他脫離火坑 那麼至少獲得一些 平凡人可以擁有的幸福 那個人就是劉姥姥 所以劉姥姥的設計 絕對不是一個插顆打混的這個小丑 只是為了呢 讓這些生活在封閉的僵化的 禮教森嚴的這個賈府當中 然後覺得呢 很無趣的這些少女們的一些 開心的一個調味劑而已 他絕對不是這樣的一個醜角的功能 那麼從結構上來說 他跟賈母之間 甚至呢形成一種 母神遞結 而且呢是有所這個彼此互補的 一個重大的意義 那這個我們也等到 這個人物專論的時候再說 那麼所以從母神的功能上 再進一步區分呢 那麼賈母的命運之神 在他退位之後 已經呢面臨到一個後繼無人的狀況 而且那時候的賈府 也已經是面臨末世崩解的那種混亂 所以劉姥姥的出現 他事實上是以一個救世之神的姿態 那麼挽救呢 賈家 那麼尤其是在喬姊兒身上呢 我們看到他給予他不同的命運 某個意義來講 他就是拯救喬姊兒的一個命運的母神 所以他基本上比較偏向於救世之神 我覺得這個表格呢 是我把那個梅西林先生 他所討論到的內容做的一個簡表 那麼這個簡表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從救世之神那麼由命運之神來承接 這個命運之神呢 又直接過渡到俗界然後敷衍一段 那麼賈府呢數十年的繁華歲月 而整到這個繁華煙消雲散 好 面臨到這個末世的混亂 這個時候救世之神呢也就是劉姥姥再度出現 而整個的神俗二屆的母神 就形成一個循環式的一個地階系統 那我想這個說法非常好 而且剛好可以呼應 為什麼在《紅樓夢》呢 以母女娲補天來揭開序幕 其中的母神的崇拜心理 究竟是怎麼樣形成整部小說 包括人物 包括他的結構上面的一個這個支撐 那我想的是就這個來跟各位 做一個進一步的補充 那麼當然我們上個禮拜有提到 《女娲補天》到了演變到後世 那麼倫理概念介入之後 我們也可以看到《女娲補天》之中 在造人行動當中所蘊含的一個性意識的萌動 事實上就被《紅樓夢》吸收到了一個亂倫的 一個陰影的一個這個滲入 那麼某個意義來講 亂倫的這個母堤當然也是賈府 他們作為一個詩書沾陰之族 禮教也已經搖搖欲墜 崩潰到無法維繫的時候的一個象徵 因為人倫不再健全 這個家族事實上也就是要面臨瓦解 那麼各位都知道 亂倫在《紅樓夢》當中 被發揮得最典型 最淋漓盡致的 也就是你們最熟悉的 好 因為大家都有八卦心理 所以那個專有術語 同學們都最是耳熟能詳 就是秦可卿他的所謂爬灰 好 這個你們應該都很熟吧對不對 我在這邊講幾個笑話 我覺得同學們很有趣喔 他們對於很多不用記得很熟的 都記得很熟 那該記得很熟的呢 常常就會有很多五花八門的 我們看改到考卷都覺得 有一點啼笑皆非 例如說 女蛙補天 他們會寫成呢 女瓜補天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補天也太慢了吧 對不對 恐怕他補天補到現在天還是他的 對不對 不可以喔 這樣寫錯字就一笑大方了 表示你們沒有讀得很熟齁 那另外一個最好玩的是 欸 大觀園裡面那麼多重要的住所 其中呢 我們作者特別量身訂做的 給林黛玉的 是哪一處啊 沒錯齁 好 我就改到有同學寫說 哎呀 林黛玉的那個肖像館啊 然後我真不知道 肖像館什麼時候要去做展覽 他真的就寫肖像館 然後我實在是覺得實在是 有點啼笑皆非 不可以有這麼離譜的這個情況出現啦 好不好 寫錯字我要扣五分 好 所以回到我們的這個爬灰 這個奇怪 從來沒有人寫錯過 好 我想這實在是滿無奈的 那爬灰是什麼意思啊 公公跟媳婦的童姦 好 這個說實在是所有亂倫裡面 大概是最匪夷所思 大概也被認為是最嚴重的一種 那麼秦可欽的公公是誰 是賈珍 好嗎 好 那麼我想在座的同學們 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這怎麼可能呢 一個媳婦怎麼會跟一個 LKK的那一種 這個老年人去發生這種事情 秦可欽是何等的美人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個問題我做過一些思考 我們再設計一個單元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再講下去的話 我們的神話就永遠上不完 可是我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賈珍跟秦可欽的這種不倫關係 請注意可不可能是單方面的逼肩而成 就是賈珍單方面的壓迫 可不可能呢 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賈珍是人數眾多 日日夜夜周圍都有許許多多的人 來來往往落益不絕 單方面的逼肩可不可能 這個你必須要回到 他們的世家大族的生活常態裡面去揣摩 你不能用我們今天這種 這個三房兩廳四口之家的格局去想 所以不要忘記 一定要常常回到那個上千人活動的場景 雖然他們是在民國府 不過他們就是世家大族 他們的生活有他們跟我們不一樣的 一個基本的條件 好 總而言之 所以這個爬灰事件當然很早很早 就在《紅樓夢》的前面的敘事場景裡面 就籠罩出很不祥的陰影 所以我們把它視為是末世的表徵之一 表示這個家族已經從內部的精神都開始墮落 都開始腐化 然後才能夠才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事情Mogilia就是這個家族 已經真的是沒有辦法再持續下去了 因為那種精神力量都已經耗弱到這種程度 這個是要提醒大家 好 那麼下面我們就要進入到 這個石頭神話的第二個最重要的層次 就是女娲補天 她基本上的前提就是設定一個末世的背景 也就是說如果天沒有她 女娲不可能需要來補天 所以女娲之嘴補天是因為呢 那個世界已經是進入到崩潰的一個亂世 一個終末的狀態 整個世界已經要進入到重新一輪的開始 可是呢在從世界重新步入正軌之前 那一種混亂那事實上呢 是非常令人憂心而甚至憂憤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女娲補天提供的這個末世的背景呢 我們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末世我之所以打上以後 這是《紅樓夢》裡面的專有用語 而這個末世呢我要跟你們提醒 這個事實上是來自於道教的一個專有術語 它不是一個泛泛的 我們今天當作嘗試來運用 其實不是 它是一個尤其是曹雪芹生活在這個 中國文化淵源非常深厚 非常多元的那個社會文化背景底下 所以我們要必須在她的背景裡面去考察 這個末世到底是從而而來 那麼李芳茂老師 他是我們國內研究道教文化 道教文學大概是首屈一指的 一位前輩學者 他的研究就有提到 末世一詞呢其實是出自於魏晉時期 由道教的天師道派 所提出來的一個新的詞彙 所以在這個之前中國也沒有末世這個詞 那事實上呢道教在用這個詞的時候呢 他同時會用到的是末世 就是這個末世 事實上他有一點點區隔 不過呢基本上都是來表達朝代末的意思啦 同時呢由於道教比較晚出 他常常在他的教義裡面 事實上是吸收佛教的教義來充實他自己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他跟佛教有些觀念是相通的 有些語詞甚至是互用 那麼所以這個末世跟末世 會跟道教的結的觀念附和 那你們知道佛教講結就是講說 這個世界在運作會到了一定的實現 他就會呢陷入到崩壞 會有大風大水大火 然後來毀滅這個世界 然後重新展開新的下一輪 那個叫做結 那於是呢這樣一個佛教結的觀念 那麼跟這個道教的終末觀複合在一起 所以呢就產生了新的這樣的一個語詞 那麼他使用的時間喔 基本上呢都是時間即將要破盡了 我們這個世界已經快要面對 面臨到這個終末的混亂了 所以他事實上是 雖然是對一個未來式的預言 但是這個未來迫在眉睫 我覺得有點像我隨便亂舉例喔 我覺得有點像張愛玲的名言 張愛玲不是說嗎 他的小說事實上呢 是出自於他內心中 常常感到的一種往往的威脅 有沒有 然後他感覺到這個世界正在破壞之中 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那麼這一種都是非常漠視的心理 一種世紀末的那一種恐慌 那紅樓夢當然也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所產生 所以你看他是一個時間破極的未來式預言 即將要毀滅他就快要發生 雖然現在還在一個表面上的太平盛世 可是實際上即將要面對瓦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就會出現一些像捷運啦 捷術啦等等這樣的術語 所以你們看結束到今天 我們的語言中是不是還活生生在運用 對不對 在劫難逃啦之類的 所以從此之後未盡以後呢 那麼末世末世還有劫術劫運等等 那麼已經變成道教的一個共同教義 那麼他廣泛的是涉及整個世界的終末 請你們注意一下 他就是整個世界要結束了 那麼什麼叫整個世界呢 包括人倫 社會 宇宙的失序 然後呢會天地崩壞 所以對一個家族來講 這個家族的天地崩壞 就是這整個家族的混亂跟毀滅 一敗塗地 那麼紅龍夢在紅龍夢群裡面 最後不就給我們一個預告嗎 好一四十進鳥頭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有沒有 這就是末世最後你看到的空無的畫面 好啦 所以這個末世的背景呢 我們交代一下 它是來自於道教的一個概念 不過事實上呢 我們即使不知道這個來源 那麼透過這個語詞 我們望聞生意都可以顧名思義 你都知道他講的就是一個家族的毀滅 那麼我們現在要來考察的是說 那麼這個末世究竟在紅龍夢裡面 怎麼樣被運用呢 這個我一定要提醒你們 因為這非常的重要 那學術界好像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要來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這個末世這個專有名詞呢 首先他出現在第一回 那麼請各位翻到那個第一回裡面 他介紹的人物是比較間接式的 還有回應到賈家的一個未來式的預告 這個是第八頁 那麼第一回第八頁呢 我們就看到了賈雨村的出場 請看中間這一段 曾世穎正在吃想呼見隔壁葫蘿廟內 這個這些場地都有象徵意義喔 我現在先做一點補充好了好不好 不然還是不要補充了 因為這個單元會上不完 我先提醒你們住一些小東西 那至於他的意涵 我們以後專題再說 來請注意 葫蘆廟內住的是誰 要記得 葫蘆廟內住的就是假話 字表是非 別號雨村者 好嗎 所以葫蘆廟內的住的是假雨村 最有意思的是葫蘆廟旁住的是誰知道嗎 他的隔壁鄰居就是曾世穎 那這樣子的一個居處的安排 那個空間的意義 其實跟他們的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我們等到這個相關專題再說 好 這個假雨村呢 注意一下我們作者對這個人的來歷 他的世系背景就做了一個交代 他說這個假雨村系胡州人士 請你們注意這個胡州 其實也是要來諧音胡州 好 胡州 所以《紅樓夢》其實處處點醒讀者 請你不要把他當作是一個歷史實錄 絕對不要對號入座 不過他就是一個藝術的虛構 所以很多地方他一直在暗示你這一點 所以你看假話老實說也是在暗示這一點 假雨村原名假話其實就是諧音什麼 假話 這個都是在講 我的創作都是fiction 好 你不要把他當作是一個歷史實錄來看待 那麼這就跟我們洪學中很有名的那一派 就是自傳派事實上是相抵觸的 那麼我想作為一部小說 我們理因應該用虛構的角度來看待他 無論他用了多少作者現實經歷過的那些內容 來作為他的創造素材 那麼我想這個是給你們提醒一下 好 結果這位胡州人士 也是 注意喔 用個也字蠻有意思的 紅樓夢我一定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他所描繪的是一個甚至高達到 可以直通皇室的上流階層 他的貴族不是普通的貴族 那種尊貴是直接是可以上達天廳的那一種 所以他相關人等實際上都是貴族出身 或者是他們的背景都有所謂的世代的 深厚的累積的這種背景 所以請你們注意所有相關人 這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一個研究 我赫然發現他絕對不是關心 平民百姓小戶小家 不是 他都是這種大戶人家 都是詩書誓幻之族 不要忘記林黛玉的家族是這樣 薛家是這樣 史家是這樣 賈家什麼都不用講 那麼甚至妙玉家也是 然後你反正書中重要的一些角色 除了丫鬟背之外呢 全部都是誓幻詩書之族 那麼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將來等到相關單元的時候 再跟各位分享 因為沒有這樣的家世背景 你不可能真正養成一種 平民或者是爆發戶 所能忘其向背的某一種貴族氣質 那個是必須要經過歷代的勳陶修煉累積 才能形成的一種人格風範 那這個呢 是紅樓夢所關心的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麼用個也字就表示這一點 那當然啦 因為賈女生姓什麼 姓賈 所以這個也字某個意義來講 是在對應我們紅樓夢中 所聚焦的這幾個重要家族 所以他也是詩書誓幻之族 所以賈家也是喔 不要忘記 那麼請你們注意下面所說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他生於末世 好 不要忘記 事實上賈語村他跟我們現在 所要看的賈家故事的這個賈家 他們事實上是同宗 他們甚至就是同宗 只是因為分支下來之後呢 慢慢慢慢各支之間的那個盛衰 有不同的發展 所以稍微疏遠 但是他們是同宗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呢他是用血緣告訴你說 作為他的同宗 我們這一隻先你們這一隻走到了末世 而你們即將要步上後塵 好 所以賈家是一個所謂的 破期時間破期的一個未來式預言 他事實上呢 就是要即將踏上賈語村這一隻的這個後路 所以你們看一下他是生於末世 注意 我就要進一步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研究者沒有特別強調 所以我要跟你們提醒一下 那到底什麼叫末世 一個家族的末世到底他有什麼樣的定義 才能夠稱為這個家族是走到末世 下面其實說得很清楚 注意一下第一點他有一個判別的標準 那就是父母祖宗根基已寄 這就是家族末世的第一個定義 那什麼叫做父母祖宗根基已寄呢 什麼叫根基 其實就是他們世代累積的財富 就是那個物質基礎 那麼所以從祖宗一直到他父親父母親這一代 已經家產蕩然無存 這個叫根基已寄 所以他一定是指物質上面 這個物質上面財務上面的一種高度的窘迫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 這個還不夠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還不夠 下面還有提供另外一個判定 這個家族走到末世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指標 那就是人口衰上只剩了他一生一口 所以其實第二個就是 這個家族已經人口非常的單薄 不像以前那樣的枝脈繁盛 那麼對古人來講 一個家族如果人丁這個繁盛 是不是表示這個家族興旺對不對 因為人才才有足夠的儲備 那麼才可能繼續發展 甚至在家族敗落之後呢 人才還能夠頂天立地 讓這個家族東山再起 可是如果只剩一生一口的話 他要重新復興的機會就非常的低 所以這個請你們注意一下 就是人口凋零 好 那麼這個是判定一個家族的末世的兩個條件 甚至可以說就是他兩個意涵 請你們要注意喔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將來我們看到賈府的末世 支批也不斷地以同樣的定義 來讓我們看到賈府呢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那個慘況 那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末世第一次出現 而我們的作者也已經呢為這個末世的意義 做了一個很清楚的定義 只是我們沒有發現 那麼現在我們要來回應到那個賈府 那賈府的末世有沒有在小說中 得到很明確的一個這個呼應呢 有 我們請各位來看第五回 而且這個出現的情況非常的耐人循味 顯然曹雪芹是一個非常嚴謹 然後呢是一個細節面面俱到的一個 沒有一筆浪費掉的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那就在第五回請翻到87頁 那第五回是賈府玉神優太虛幻境 這個你們都知道 他看到呢他們賈家 包括也跟賈家有關的 十二金差的未來的命運的預告 這個叫做人物叛詞 你們有拿到 有翻到嗎 好 這叫人物叛詞 那每一個人物的叛詞呢 當然都是跟這位角色的命運有關 請你們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呢我們的讀者 常常在呈現的指引底下 混淆了很多的層次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提醒你們 賈寶玉到底是在太虛幻境中的 哪一個機構哪一個單位 看到這些叛詞的 是博命司 所以這裡面所有的叛詞 你所看到的包括秦文 包括襲人 包括襄林 還有這些十二金差 事實上呢 作為他們的這個襯的一個表達 都是對他們的悲劇命運的一個刻畫 裡面不會涉及到人格特質 不會涉及到他們的人格內涵 因為這根本不是呢 這個博命司所要負責的 這個絕對不能夠混淆 因為有很多的讀者在論證上面 就混淆這個層次 而其實把文本證據做了一個錯誤的解讀 這個要提醒你們注意 好 結果就在這個命運的預告中呢 我們就發現有兩個人物 跟末世完全結合在一起 所以顯然這兩個人物呢 他在末世所要擔任的功能 是被特別凸顯出來的 所以請看87頁的這個第二幅圖畫 就是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 一片大海一隻大船 這個我們將來講人物論再仔細說好了 總之這個人物呢 船中有一女子眼面涕氣之狀 好 那麼下面的四個句子呢 就是在勾勒她的一個這個未來的命運 那各位你們都知道 這個是誰的叛詞 要知道喔 因為我想有些同學可能還沒有讀這麼細 那麼現在趕快補充相關的必要的嘗試 這個是探春 假探春 那麼探春是何許人也呢 我想在座很多同學們 我想你們的閱讀《紅樓夢》的這個過程 跟你們的經驗 跟我呢應該有很接近的地方 那所以我知道你們現在對於探春的認識跟理解 應該還是在非常淡薄的層次 然而我要給你們一個完全不同的 對於《紅樓夢》人物畫廊的圖像上面的 一個重新調整 怎麼說呢 探春事實上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因為我們讀者一開始都被 保代的愛情所迷惑 所魅惑 不能說迷惑 是魅惑 所以我們關心這一對小冤家們的那個悲喜 那關心他們的未來是不是幸福美滿 所以我們就把眼界呢 就侷限在這個林黛玉身上 然而你們應該都知道 你們現在應該努力把 《紅樓夢》前80回看完了嗎 即使是跳著看 對不對 好 很快樂的看就會這樣 但是有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探春是後半部非常重要的 一個支柱型的人物 第幾回他開始來李家 而基本上那就是他的舞台 那麼他甚至表現得比王熙鳳要來得有聲有色 這是一個非凡的人物 所以呢我們現在對他稍微有一點點認識 那麼回到這個叛詞請你們注意 作者魏這個人物呢 幾乎是有如畫龍點睛般的 給這個人物呢最精彩的傳神寫照的用語是什麼 請看 財字精明至至高 生於末世遇天消 有沒有注意到末世又再度出現 然後下面當然就是說 他是清明替宋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 那後面這兩句指的是他要遠駕海外的這個命運 所以他要脫離他心心念念非常眷顧 而憂心不已的家族 而有一點那種孤成孽子 但是呢卻無力回天的無可奈何 這個是特屬於探村的悲劇命運 就是他有才有志 但是呢卻不給他機會 因為他是一個女性 所以他沒有機會像寶玉一樣留在假家 然後把他的才智呢 貢獻給這個家族的存續的重大使命上 這就是探村一生中最大的悲劇所在 那麼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請你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位人物他有才有志 所以實際上來請你們看一下 所以實際上呢 這位人物他在那個假家 面臨到崩潰的一個局面的時候呢 他實際上本來是有能力 讓假家起死回生的 所以請你們看一下 志燕哉就曾經對這個探村 有這麼高的一個讚美 只是好可惜啊 他的悲劇就在於他是個女人 女人就被恥奪了這個家族綿延的責任 乃至於能力 這個就是探村他屠呼覆覆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缺憾所在 所以你看志燕哉曾經感嘆 他說假設這個人不遠去 那麼將來失敗 失敗就是假家被抄家 一敗塗地的時候 誅子孫不治流散也 所以悲哉傷哉 這個你們自己簡單記一下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啊 就此而言 志燕哉有說假家失敗之後 所面臨到的末世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現象是什麼 子孫流散 我們剛剛提到過的 家族末世的第二個判定的標準 是不是就是人口凋零 那麼也就是這邊所說的子孫流散 那麼假家已經淪落到 個人只好自詢生路 然後完全土崩瓦解 但是如果探村在 他的能力有辦法發揮凝聚力 把這些可能就會土崩瓦解掉的 眾多流散子孫們重新團聚在一起 然後大家同心協力 同時發揮力量 那麼讓有人才出人才 然後有能夠稱職佳績的稱職佳績 就有辦法任這個家族呢 就有可能東三再起 所以呢 所以志燕哉是非常感慨的 而探村自己更是永生的缺憾 怎麼說 明明他有才又有志 他有能力去擔負起賈寶玉 所負不了的責任 好跟使命 但是受限於他是個女兒身 而女性在古代男女不平等的 婚姻結構裡面 他是不是就是要透過婚姻 然後就被轉移到另外一個家族 而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呢 可以說是徹底的斷絕 那麼所以你們不要忘記 這邊他的那個叛死旁邊 所搭配的圖是畫什麼 是不是放風箏 有沒有注意到 而風箏最後就是會斷線 最後就在天涯海角 然後呢就秒不可見 那麼女子的婚姻就像詩巾所感慨的 女子有形 有形就是出嫁 怨兄弟父母 好 那麼我們的探村 作為女性不能夠免於這樣的命運 而對於這樣一個呢 那麼才智精明至至高 經國不讓虛眉的這樣一個女性來講 那真是痛徹心悲 一輩子沒有辦法彌補的遺憾 而眼睜睜站著天涯海角 看著原來是有機會再活下去的家族呢 就這樣一敗塗地 我想這真的是一個痛徹心扉的一個傷痛 這是特屬於探村的悲劇 所以你們將來可以注意一下 在《紅龍夢》一直到八十回 前面沒有多久 八十回那幾回 跟探村連結在一起的相關意下 都是風箏 好 你就知道說 我們作者所要塑造的 對於這樣的一個 擁有英雄氣質的了不起的女性 她真心的 那麼作為她生命中的嚴重的缺憾在哪裡 好 那麼這個是在這邊給各位做一個提醒 那麼各位請再看一下 下面你們先不要看 你們都努力再看下面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趣的是這個漠世呢 又跟誰連結在一起呢 請翻到八十八頁 所以我們在另外一個很有才幹的女性身上 再度看到漠世這個詞 那麼這就是王熙鳳 所以你們看第二行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 上面有一支瓷鳳 這就是誰的判詞呢 很明顯啊 他其實就是要暗示你 我們下一個單元就是趁與氏的表達 你就很清楚看到 裡面透過這個明霧的指涉 透過猜字法的暗示我們 這就是王熙鳳的判詞 你們看一下那個第一句 凡鳥偏從漠世來 凡鳥就是拆字法 把一個字拆開變成兩個字 合在一起就是什麼 鳳 他就是王熙鳳的暗示的意思 所以他說這位了不起的鳳凰啊 偏偏好可惜 他是在漠世才降臨到賈府 所以對於賈府的漠世呢 他只能夠起一個有程度的作用而已 所以請再往下看 第二句是說他都知愛慕此生才 所以喔 所以我發現這一個 這兩條判詞之間的異同的時候呢 實在感受到曹雪芹所要告訴我們的很多東西 那麼我把這個心得來跟你們分享 首先是請各位好好比對這兩則判詞喔 那麼王熙鳳的第三句第四句 我們先不要管他 因為那也指的是他的下場 他會被羞對不對 哭向精靈是更哀 就這第四句而言 我們小說因為後四十回已經不見了 而高二的敘書也並沒有回應這個暗示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哭向精靈是更哀呢 我們如今是找不到好的文本 來把他演繹出來 那麼反倒是影視的那個編劇 卻能夠把哭向精靈 是更愛做一個非常好的情節上面的一個呈現 那是華視版的《紅樓夢》連續劇 他把這一段編得非常精彩 而且符合這一段的暗示 那究竟曹雪芹那個意思當然不知道 可是他符合這個暗示 所以那個編劇功力是很深的 那麼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我們先只比較這兩位女性的前兩句叛詞 你們有沒有發現 來 探春跟王熙鳳 他們叛詞的共同點是什麼 都是什麼 末世對不對 還有喔 不止啊 對 他們都有很高度的才華 而這個才很明顯 絕對不是林黛玉式的那一種創作的 詩歌姓林上面的這個詩才 他指的是什麼才 知道嗎 很明顯這兩個女性 她們都要在末世共同去發揮什麼樣的才 請注意就是所謂的制式的幹才 好 我們把很完整的說清楚 他就是一個制式的幹才 他是處理這個世界 安頓這個世界的那一種 實際上面的一個才能 這事實上也非常不容易喔 你們知道嗎 給你50個兵讓你去帶 第三天可能會全部陣亡 知道嗎 所以要帶兵打仗 要統領這麼眾多人物 井井有條的生活還能夠盡然有序 那真的是要才能的 尤其探春更不容易了 他的才其實更高 來 我們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補充 事實上這兩位女性都是在末世裡面 綻放光芒 真的她們是甲府在烏雲密布的情況底下 所相上的金邊 她們的才能讓這個家族可以苟延殘喘 她們的才能可以讓這個家族 還能夠感受到一點生機 否則那幾乎是 想想看如果是讓王夫人去李家 王夫人啊 王熙鳳的那個自家大權 是不是王夫人給她的嘛 對不對 那王夫人說實在 第一個她太忙 因為她陪著賈政去應酬很多外面的事情 你們知道上流階層 繁文入竭 那個喜慶賀掉網還 那個真的是非常 勞神又非常費時的事情 所以她沒有精神去顧家裡 所以是不是交給王熙鳳去處理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王夫人本身 確實也沒有李家的才能 如果讓她親自去管的話 三天賈家就混亂了 所以王熙鳳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好的人選 這個是無庸置疑 所以也在她的努力底下 賈家真的還過了好幾年的 表面上太平生活的一個狀態 沒有王熙鳳 賈家恐怕會提前陣亡 這個是請你們注意一下 那所以呢 但是問題是 真正把這位女性做一個比較的話 來請你們注意 第55回 當賈探春終於有了機會 這是王夫人給她的機會 讓她可以自我實踐 可以發揮才能的一個機會 她所作所為果然讓人眼睛一亮 那真的是探春終於呢 得到了她好好的綻放自我的舞台 結果在一番大刀闊斧之下 連王熙鳳都用好好好三個好字 來表達她的忠心的讚歎 然後她說好個三姑娘有沒有 果然做得讓人刮目相看 那麼結果她就在跟平兒討論到 這個賈探春的個性 跟她所作所為的那一種 很徹底的破釜沉舟的那個 深謀遠慮的那些改革措施 她就說探春做得比我還要好 為什麼呢 她說探春雖是個姑娘家 心裡卻事事明白 不過是言語謹慎 這個人是這樣子有為有守 不該我出頭 那麼事不甘擠 或者是她就說事不甘擠 她絕對不會那個月祖帶跑 也不會強出頭 她是一個非常懂得奮技的女孩子 所以沒她的事 她全部看在眼裡 即便很痛心即便很著急 她都不會去逾越那個奮技 那但是王熙鳳也看出來 這位姑娘平常她的內心是深厚 而不輕易外顯的 所以王熙鳳這個人的判斷能力 跟視察能力也是高人一等 同時呢在王熙鳳的判斷標準裡面 探春比她強的另外一個特點就在於 她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厲害一層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一定要知道 你有沒有讀書真的非常重要 那沒有讀書的人他再優秀 他也只不過就是在一般層次上面 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氣質 但是他絕對沒有辦法充分 高度的升華跟這個高度的自我 實踐那麼也不可能把自我 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那麼所以呢讀書識字的厲害一點 到底是在哪裡顯現出來 來這段是我《紅樓夢》裡面 最喜歡的幾段話之一 老實說假如讓我來選《紅樓夢》100句的話 這一定是第一名 因為市面上好像有這樣的書對不對 《紅樓夢》100句 那我翻一翻我覺得裡面有一半以上 我都不同意 那總而言之這是其中我認為 《紅樓夢》所要給我們最大警醒的 各位真的可以好好放在腦海裡面的 那麼他也把這個道理完全融入到 他對於人物性格養成的判斷上面 他說什麼呢 這是寶采說的 他說學問中便是正式 學問當然是從讀書來 不讀書絕對不可能有學問 沒有讀書的人也絕對不會知道 落花水面接文章懂嗎 所以落花水面是文章 但是只有讀過書的人才知道 落花水面也是文章 所以寶采說此刻於小事上用學問一題 那小事越發做高一成 有學問你看事情就會看到不同的層次 你會看到更優微更深刻 那麼更關鍵更根本 所以讀書真的很重要 所以不拿學問題則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就會流入世俗去囉 各位好好記得這一點 世俗的世是市場的世 注意表示說你就好像那個在市場三姑六婆 買菜賣菜 那東加糖新加糖的那樣 就會有一種庸俗有一種市塊 有一種淺薄 好 所以很明顯我們把這兩段話納入 對於這兩位女性的考慮 有沒有發現當我們王熙鳳都深刻了解 也完全同意 探春的讀書式字就會讓探春的才幹跟眼光 跟他的這個種種措施的那一種力量 都會比他更厲害一層 你就可想而知 我們探春的作為絕對不是挖東牆補西牆式的 絕對不是頭痛一頭腳動一腳式的 那個是王熙鳳採用的方式 他比較是從根本上面的做一個調整 而這個呢當然更是影響深遠 其次有沒有發現這兩個人的才都很高 都有知識幹才 然而一個有讀書式字 所以使得他不會流入世俗 而一個呢沒有學問的薰陶 所以他的眼光只能夠停留在表面 那個人就是王熙鳳對不對 王熙鳳沒有讀書式字啊 如果用我們薛寶釵的這段話來說 王熙鳳是不是就是不拿學問提著 於是呢流入世俗 沒錯吧 王熙鳳已經很不容易了 但是說實在的他真的是受世俗所限 所以讀書式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麼結果沒有讀書式字 又很容易發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位女性的判詞 又有一個差異點 好 除了共同點之外 有一個東西是探春所有 但是王熙鳳沒有 這跟讀書式字恐怕又有一些連帶性的 不必然但是有連帶性的關係 是什麼 是智 對不對 也就是探春有 那麼我們王熙鳳沒有 那麼有智無智的差異在哪裡呢 所謂的智 簡單說 它就是一種呢 理想性格 好 它可以說呢 就是一種人格的高 它給你一種人格的高度 給你一個高遠的視野跟目標 那不會輪入到一種這個目光前短 短視近立 所以這個智呢 它其實就是一種理想 想想看這個理想就是可以讓人活得高貴 可以讓人甚至活得悲壯 那麼這一個非常重要的心靈力量 一個心靈的高度 那麼我們的探春有智式的幹材 可是他又有理想 所以這個人呢 所彰顯出來的那個形象 老實說我們真的要用一個單元 才能夠充分闡述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從他身上 得到更多的啟發 我覺得這樣的人 他才能夠是一個推動世界 那麼往正面去前進的力量 林安玉雖然很美很動人 但是他只適合你個人獨處的時候 的一種萬味跟感發 但是他沒有辦法來參與這個世界的轉動 然後不可能呢 來讓這個世界引領到一個 往前進的一個方向 好啦 所以呢 有智的結果讓探春變成一個亂世的英雄 對不對 是一個智勢的能臣 可是呢 我們的王熙鳳有才而無智 這個才呢就很容易淪為 不要忘記喔 淪為世俗的追求 而這個世俗的追求呢 等而下之很可能呢 就會淪落到謀取私利 對不對 然後呢去滿足個人的私欲 那麼王熙鳳在有些地方 確實是讓我們看到這一點 所以呢 有沒有讀書真的可以讓一個人的靈魂高度 有了天壤之別 可以讓一個人的眼光 可以有這麼大的一個深淺的不同 所以讀書與否 為什麼是我們曹月晴津津於提點的地方 就在於這裡 假如沒有讀書 不可能有賈寶玉的情師情種 不可能有林大玉的那種優美的姓林的英勇 那麼當然也不可能有探春 這樣像英雄氣質般煥發出來的一個 高度的一個心胸 好 所以呢我想就此而言 我們請各位提醒到這 提醒你們注意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最後加一句話就讓你們休息 就是呢這兩位女性有沒有注意到 就他們的才就跟呢這個末世的背景 剛好是連帶性的 因為只有在末世 這個制式的幹才是不是才有機會去充分展現 好假如你是在一個很平穩運作的一個常態之中 你有再大的才能老實說也沒有機會 讓你去充分發揮 所以你們知道嗎 有些枭雄他們就特別喜歡亂世對不對 唯恐天下不亂 那我覺得王熙鳳比較起來 他就比較像是那個亂世的枭雄的那個意味 那一個是英雄一個是枭雄 差異就決定在有沒有智上面 所以呢我想這個是 我們可以從曹雪芹在這種用字潛詞上面的經驗 那麼好好去體會到他的弦外之一 那學問真的很重要 他可以讓一個人活得更美好 更深 更高 也更優雅 這段話呢是我看到的這個評點家 所提出的一個看法 那麼當我對漢春做了一個研究之後呢 我非常贊同他的說法 你們看一下這是西元主人 當然是一個筆名啦 那他跟一般閱讀紅樓墨的人 深深著迷於什麼林黛玉 這個薛寶釵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挖掘出另外一個 真的事實上是光芒萬丈的人物 只是因為受限於若干他所在的客觀環境的限制 他前半部沒有太多發揮的餘地 這個說實在是結構上面的限制 不是他這個人物不重要 這個請你們注意 所以呢他蠻慧眼洞見的提出探春 事實上是紅樓書中與黛玉並列則也 欸好奇妙喔 他不是只薛寶釵喔 他是講這個探春喔 他的角度很特別 他說紅樓夢這本書啊 請你們注意 他絕對不是一個言情小說 他是分情與事 注意喔 情與事應該是要有一個頓點 一個是講情 一個是講事 事是指人跟人之間所發生的那些事情 那麼另外他合家與國而作 這個家當然比較指的是一聲一口 那這個國呢 比較是對應到整個大家族啦 這個他只是用這個兩個語詞來相對說明 他所處理的不同的人事範疇喔 總之他這個分法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分情與事這兩個範疇而言呢 就情來說 當然這部書呢是林黛玉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好 這個林黛玉他的悲劇愛情貫穿 始終也是引發讀者不聲唏噓的一個 最重要的魅力的來源喔 但是呢 西原主人卻特別提醒我們 以事而言這本書探春是最重要的 那不要忘記 林黛玉不是孤零零的活著 然後呢就跟賈寶玉去談戀愛 我們的曹雪芹可不是在寫西香記 你們還記得那段話 西香記是只有兩個人之間組織歡愁 紅龍夢可不是啊 他背景是整個真因世家 那麼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 非常繁雜的一個家庭運作 所以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麼所以呢就這個層次來講 他說探春是最重要的 反倒不是薛寶釵 因為薛寶釵畢竟不是姓賈 他也是一個外姓寄居在賈家的人 所以老實說他也不大有身分跟資格去展現 好 所以探春名正言順 不要忘記他姓什麼 他姓賈 好 所以他才是真正在賈府裡面 可以力往黃藍 可以在末世形成中流砥柱的一個人物 所以他說以一家而言 就是以個人來講 當然這部書是專位待遇 可是以家來遇國的話 以整個賈府來說 那麼整部書首要的卻是探春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很多的讀者 可能忽略的一點 所以我在這邊趁機多講一點 所以下面的隱身很好 他說這個作書者是在假釋大夏江青之際 所以就是末世 那麼而特殊一旁觀探習之樹孽 已見其圖幻奈何也 所以他說探春者是紅樓書中 與待遇並列則也 那我想這個所謂的樹孽 這個說法你們不要被字面所蒙蔽 這個樹是指它是樹出 其實這跟樹出沒有關係 最重要這個孽是指孤成孽子的意思 不是講是什麼孽 這個什麼死有餘孤的那一種 不是 這個孽是孤成孽子 所以你們看在末世裡面 那麼以財來支撐假家於不罪 這當然是孤成孽子的一番苦心 跟那一種憂心 好 所以我們補充這一點之後 就要跟各位在此告一個段落 就是告訴各位說 在《紅樓夢》裡面跟末世連結在一起的 第一個是跟賈府同宗的賈宇村 而他預告著將來賈家就會佈上他這一支的後塵 將來賈寶玉也是一樣在父母根基已盡 以及這個人口雕喪道只剩他一生一口的處境 將來賈寶玉也是就完全是賈宇村的翻版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個末世乾脆又直接的跟賈府 這個即將面臨親父的家族 連結在一起的女性身上 那就是王熙鳳跟賈探村 所以這兩個女性老實說 我覺得她們的重要性不亞於林黛玉 而且以整個賈府的角度來講 說不定她們更為重要 而她們彼此之間 又在末世的這個力往狂瀾的那個奮鬥之中 又彰顯出不同的氣質 那麼一個有悲壯氣息 而另外一個很可能只是讓我們看到 那麼蕭雄般智勢幹才的發揮 那麼也頗有責任眼目之處 但是這個人恐怕比較不是能夠 讓我們心向往之而引發叹息的一個 英雄氣質的人物了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做完交代之後 現在請各位回到我們這個石頭神話的單元 既然女娲捕天是在一個末世的背景 當然這個末世以家族而言 就是要點出賈府運勢的一個大環境 就是它是一個賈府悲劇的一個開始 那具體的定義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有沒有 就是賈與村的那個現實處境 那麼這就是我們未來賈府的預告 那麼至於賈家為什麼會走到 這樣一個重途末路的地步呢 除了子孫不孝之外 注意 你們還記不記得中國傳統 就有一個經過很長久的觀察 而累積而成的有效的世俗智慧 他們說富不過三代 三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百年嘛 九十年 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對於人性發展 大概是一個幾乎是八九不離時的 一個很精準的判斷 除此之外 中國古老的文化 他們對於任何一個有機的生命體的一個觀察 他們也發現到 他們有它運術上面的若干的一個局限 所以請你們看一下 這是史記裡面就有提到 史記不要忘記 我們的司馬遷了不起 他說做這本書是不是要達到三個目的 一個叫做什麼什麼什麼 舊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然後成一家之言 他要通古今之變的 所以他當然把整個人類的歷史 把各個生命發展的可能性 他都做了一個全盤的考察 然後他整理出來 他認為或者是他發現 天運的會有這個盛衰起伏 然後生命的變化 那麼在他的這些變化當中 會因應不同的這個生命體 而會有不同的這個生命的 壽命的一個局限 所以他說30歲 就是30年會有一個小的變化 那麼百年就是一個更大一點的 但是還不是最大的一個變化 那麼到了500年 那就會有一個大的變化 那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 很明顯這個500年的一個大的變化 指的是不是就是朝代興亡 對不對 這個呼應先秦的很多說法 不都是這樣子嗎 像什麼500年就有文王興 有沒有 那500年作為一個朝代或文化 這個盛衰這個生滅的一個限度 那麼在這裡得到一個 以哲理式的方式來加以歸納 那所謂的百年這個終變呢 那麼指的就是家族的生命 那麼是比國家朝代更小 但是又比個人一生一命要來得長 那麼的一個這個數字 那30歲一個小的變化 那指的當然就是人 所以你們會發現 古人說一個世代就是多少年 就30年嘛 對不對 一代就是30年 所以你看一代又一代的變化真的很快 那30年你就可以看到一個新的世代 又要開始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概念來看 你會發現這背後還是有中國傳統 對於這個世界變化的若干 已經規範好的一個思維 果然 《紅樓夢》是呼應 這個百年終變的這個家族宿命觀 所以請你們注意一下幾個文本證據 來 第一個 第一回補天時呢 它是不是經過 它是36501塊所剩的一塊 而形成賈寶玉的前身 有沒有 那之前我就跟你們提醒過 我覺得這個36501應該對應的就是百年的 這樣的一個時間的一個限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也跟各位提醒過 在第五回凝容二宮的靈魂死不瞑目 又再度徘徊那麼觀察他的家運 然後關心家族的未來的命運 是不是很努力的想要讓這個家族起死回生 所以是不是阻託己患仙子去把寶玉 能夠呢 度託他歸隱入政 記得嗎 那段話裡面就有提到喔 他說 吳家自國朝定頂以來 公民義士富貴傳流 這個義士就是經過好幾個世代 那麼富貴已經流傳數代 那麼雖利百年 有沒有就知道 百年這個詞又再度出現 所以他說這已經是運中樹季 運數已經走到盡頭 所以你看這是一個百年作為終變 那麼以及用那個道教的那個終末觀 你可以發現彼此都是連結在一起 成為家族一個壽命的極限 所以他說不可挽回 那麼因此又有吳家運數合中之說 那這個合字你們應該都知道什麼意思吧 合 合是應該的意思喔 所以你看應該就是指道理上就該如此 所以這個道理是指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嘛 從史記開始2000多年前 他們就已經是這樣來認識 一個家族生命的一個概念 好 那麼這是第二個證據 第三個證據是第13回 那麼秦可卿在死前託夢給王熙鳳 他特別給了他一個非常深謀遠慮 那麼讓這個家族可以永保於不墜 甚至可以東山再起的機會的那個做法 那麼在那段話之中就有特別提到說 如今我們家赫赫洋洋已將百載 是不是也是百年又出現了 只是說真的登高就必疊重 然後呢 那麼月滿則虧 那這個是一個世間的一個必然的常態 人不可能永遠青春 家族不可能永遠興旺 所以我們必須為他將來敗落的時候 做一些這個事前的良好的準備 那麼這是第13回 其實你們只要簡單記一下回數 回去再把相關資料查出來就好啦 那麼上課就可以比較簡要 還有一個非常好玩的一點 這是我發現到就覺得好有趣喔 第77回 好 來 等一下我不要讓你們看 因為你們一直看螢幕 來 我們來翻到那個第二側 第77喔 已經都到前80快要結束的地方喔 那麼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它不是直接用這一種 運輸的一個方式來表達 它是呢 用透過物品的隱喻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作者常常是在他那麼 胸有成竹的情況底下 追憶前程往事 所以很多的東西都被他運用到 一種命運的暗示裡面 就在77回的第一頁 別的版本的同學也一樣 來 第77回第一頁 就我們的1209頁 總而言之 那時候是王熙鳳生病 所以呢 他的藥裡面呢 有一劑呢 就是要用上好的人參 那所以你們看一下第二行 那他要來那個開了玩藥方子 要來調配這個 那麼養蓉丸 那麼就要用那個上等人參 於是呢 那個王夫人就要去娶的時候 翻巡了半日 那麼指向小霞內巡了幾隻 那個簪挺粗細的 就是太細 好像那個髮簪一樣的細 欸 我順便提醒你們喔 事實上王夫人現在在翻找那個人參 到底是收藏在哪裡 你從這一段描述應該可以判斷的出來吧 這個人參到底是收藏在哪裡 是他的房中還是賈家的那個中央的 那個統籌各種物品收放的所在 還是王熙鳳那裡還是誰誰誰那裡等等等等 只從這段話要判斷的出來 因為這很重要喔 我要跟你們補充別的東西 蛤 沒關係你們不確定 表示你們很謹慎喔 欸 我跟你們提醒 人參就在王夫人的房中 好 那所以她要去娶 結果找不到 知道嗎 那為什麼要提醒這一點呢 就是在第五十幾回的地方有提到喔 就是雪燕 雪燕是誰的貼身丫頭 林黛玉 我們作者有一句就很偶然的射筆帶到 所以絕對不是無聊的細節 她就有提到雪燕呢 她就是到王夫人那邊拿了人參要回來 然後這中間就遇到了家寶玉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們就知道說林黛玉真的是看人臉色 很可憐的養人鼻息 是一個可憐的孤女 是嗎 她每天吃的人參是誰給的 是王夫人那裡給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在告訴你們說 這些點點滴滴 我們整合起來 你其實可以看到林黛玉的處境 恐怕不是我們讀者不曉得哪裡 耳濡目染得來的那種成見喔 不是 林黛玉是很受寵的 她每天吃人參 人參是從王夫人的房中 直接拿出來撥給她的 這個當然就是直達天聽式的寵兒 才會有的待遇 這個是順便跟你們提醒一下 好 總而言之 結果她竟然發現奇怪 我的人參褲霞裡面竟然只剩這麼細的 怎麼回事呢 那她看了就嫌不好啊 又命在找去 當然是要給誰用的 她當然覺得要用最好的啊 王熙鳳 王熙鳳是她的誰 他們都姓王 不要忘記 是她的內侄女 而且呢 王熙鳳是不是也是她的得力助手 那麼是她的分身幫她理家治理的有聲有色 又能夠討好 甲母到這種程度 她當然是非常寵信這位內侄女 知道喔 所以她當然一定要用最好的 覺得這樣的粗細藥性不夠 不能夠給我這樣的內侄女來用 所以命在找去 又找了一大包出來可是都是虛墨 虛墨那當然就是品質很差啦 就是你們在超級市場 都可以買到一大包100多塊的那一種 這個王熙鳳怎麼可以用呢 好 結果呢 她就很焦躁啦 她說驗不著的時候偏偏有 那要 但要用的時候又找不著 好啦 結果總之她又抱怨了一大堆 好 那結果呢 又找出一大堆認不出來的藥 好 乾脆呢 我們跳著看 請看這一頁的倒數第三行 好 她就跑到那個刑婦人那邊去問 刑婦人說上次沒了 才往這裡來尋 早就用完了 我告訴你 就算刑婦人有 她也不會給 刑婦人是一個非常吝嗇 非常苛刻的人 那所以呢 你去跟她要 她一定是這樣的話回答 所以她那裡到底有沒有 很難說 高度懷疑 那結果呢 可是人家就跟你說沒有 你也沒辦法 有沒有發現刑婦人是不是跑來跟她要的 所以這種人通常就是很苛刻 然後呢 非常的那個戀拒誠性 所以你現在跟她要當然就要不到 那王夫人就沒辦法啦 只得親身過來就請問賈母 賈母那邊當然也有 賈母不要忘記啊 她是賈家最高權威 所以上好的東西 最珍貴的東西 她的庫房裡都會收很多 好 果然 請看 那麼賈母就盲命鴛鴦 取出當日所餘的藍 欸 竟還有一大包 而且皆有手指頭粗細 了不起 這個是上好的 人生才會有這麼粗喔 知道齁 哎呀 跟你們講都不好玩 你們對這個都沒有概念 這麼粗的人生是很貴的 好 你們反正也用不到 我就跟你們說 你們喔 對於古代的東西太不了解 講到要讚嘆的你們都沒反應 我們就很沒有成就感 你們知道嗎 好 總而言之 好 手指頭粗細 只比法山來比當然差很多 這種可以比得出來了吧 好 總而言之 這一支就很貴的那一種喔 那麼結果就秤了二兩給王夫人 那王夫人呢就出來以後 就交給周瑞嘉的 欸 什麼叫周瑞嘉的 要注意喔 這是專有名詞喔 不要搞不懂以為人家文法用錯 沒有喔 什麼叫周瑞嘉的 這個是一個連詞 是一個專有名詞 《紅樓夢》常常出現 什麼王善寶家的林芝肖家的 有個的 什麼意思 他是一個所有格代名詞 好 意思是指周瑞嘉的太太 懂嗎 他是周瑞的太太 那過去把太太是不是都稱為 濁金 賤金 好 現在你們男生再敢這樣說的話 你就完了 但是呢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就是 哎呀 我家裡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家裡的就是我太太啦 因為古代是男主外女主內嘛 所以這個家的就是我家裡的那個太太 所以這裡的周瑞嘉的是指周瑞的太太的意思 那在賈府這種大家族 尤其是世世代代為奴的情況很多 所以他們往往是一家人都是假家的大小奴仆 那做妻子的就比較是跟內眷有關 那做丈夫的可能就是跑外面 田莊收帳啦 服侍著那些少爺老爺出門的事情啦 這個就是他們會做的分工 所以你看周瑞既在他們家當差 他太太也在裡面做管家好不好 那所以就交給那個周瑞嘉的 所以這個周瑞嘉的是個女性好不好 是一個女管家 那麼就拿出去叫小司 送到那個醫生那邊去 就要開始配藥 然後其他任不得的也一起帶去啦 讓醫生把他標示清楚回來還可以再用 沒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情 來 翻過來 那麼周瑞嘉的又拿了進來說 這幾包啊 各包都已經記上名字了 所以就各就各位將來不會混用 可是可是這一包人森固然是上好的 如今就連30幻也不能這樣的了 這裡面有註解 這個30幻是指一個很高的比例 是一個上好的等級的意思 那麼就不用想說了 總而言之也就是我們現代最好最好的人生 都比不上賈母房裡面的那一個 然而年代太沉了 沉是什麼意思 太久 已經放太久了 他說呢人生這種東西比別的不同 平時怎樣好的只要過100年之後 就自己成了灰了 成了灰就是當然沒有效力啦 就是你看如今這個雖未成灰 也就是說他還有手指出戲的那個外型還在 你表面上看不出來 但是他已經有100年的歷史 所以裡面根本上已經是朽遭濫怒 也無信力的樂 這樣懂嗎 這就叫做今與其外 敗虛其內 這當然沒有指責的意思 只是說這個百年人生的隱喻 就是賈家的一個象徵 懂嗎 就是外表都是上好的 你看以當代來講 有誰能夠跟賈家這樣的威勢來相比 然而內囊進上來了 有沒有 整個賈家的內部已經是在那一種 朽遭濫的一個狀態是快要成灰了 所以等到連外表都維持不住的時候 這個家族就是土崩瓦解 灰飛湮滅 那所以呢這個百年人生 我發現到的時候覺得實在太有趣了 他真的 他其實就是賈府的隱喻 而不要忘記 這個百年人生出自哪一房 賈母 賈母是不是從那個賈家的第二代開始 就在他們家一直到目前為止 是由勝而衰的一個很持續的 見證者跟參與者 對吧 所以呢由他的房中搜尋出來 這個百年人生而隱喻整個賈家的命運 是不是非常順理成章 好 所以呢賈母的死亡 某個月來講跟賈家的終結 差不多也就是同步共構並行的一個情況了啦 那所以等到那個連外表的 這個手指出席都維持不了 這個賈家就差不多就是灰飛湮滅 所以呢內部已經是久遭爛目 你就可想而知賈家 為什麼讓龍寧二宮這樣死不明目的 極力想要來謀求一個起死回生之道 好 那就是因為現在真的是一個危急存亡之秋 好 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的百年 我想要跟你們提醒的 百年事實上從2000多年前 一路下來就被視為家族 好 所謂的百年是一個終變 這個終變就對應到家族的生命的極限 那麼也就同步的 那麼被曹有信用來作為賈家 即將要面臨終末的一個時間的預告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跟各位做的一個提醒 可是呢 現在已經是末世了 怎麼辦呢 該怎麼樣力往狂瀾 有什麼機會可以讓他避免這樣的命運呢 不要忘記 我們上一週有提醒大家 唯一的可能的人選是誰 賈寶玉 但是顯然他擔負不起來 那於是就只能眼睜睜看著這個家族崩潰 所以請各位注意 所以在這個末世的背景底下呢 隱含著是一種無財補天 一種儒家既是理想的落空 所以相對於王熙鳳跟賈探春 我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來講 目的就要跟這裡做一個連結 假設賈探春不因為女兒生 在婚姻結構當中的遠駕 沒有有這樣的命運的話 那麼賈家事實上是真的有希望的 然而沒有辦法一線希望 竟然用這種很奇怪的理由 就把他破滅掉了 所以相對而言 這個家族有很多無可奈何的叹息 那麼在自理行間讓我們也深深感慨 好啦 所以就此而言呢 我要跟你們補充一個非常有趣的情節 而我覺得我們大部分的讀者 或者是研究者對他的解讀 跟我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段情節是第16回 有一個人他叫做秦忠 他是誰的弟弟啊 秦可卿 那麼我們很多的論文都是這樣解釋 說秦可卿 諧音是秦可卿 當然還有別的諧音啦 秦可卿 所以他去亂倫去了嘛 那這種情也滿奇怪的 好 總而言之 然後說呢 這個秦忠喔 諧音就是情種 然後呢就發揮說 這一對姐弟啊 可能就是構成那個賈寶玉的姓靈知己 然後他們如何成為反抗禮教 什麼什麼之類的 某一種一種價值的體現 我以前常常讀到這樣的說法 然後我自己充滿了疑惑 然後呢自己重新做一個研究之後 我的發現是剛好相反 怎麼剛好相反呢 秦可卿的問題實在太麻煩 所以我跟你們提醒 秦可卿的名字的諧音有另外一種 是這個卿 這個卿其實在那個生育學上面是更接近的 更那個跟秦可卿的卿 我們台灣的學生N跟N不分 一個是N一個是N 對不對 秦可卿 如果用大陸那個音就很清楚 秦可卿 卿好 那卿就不一樣 所以在羅馬拼音上面也會有所不同 好啦 所以這個卿其實跟秦可卿的卿在音 聲音上面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那我認為恐怕這個秦可卿的諧音 比較是這一種 而不是來努力發揮說 秦是怎麼樣可以超越現實啊 可以超越什麼禮教之類的 即便亂倫其實都表現出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說法恐怕是有問題的 那麼於是 於是我們同時發現 秦中的諧音為情種 這個現象我跟你們提醒一下 事實上是這樣的諧音本身沒有錯 但是怎麼去理解他作為情種的諧音 那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麼我根據對芝批的考察 以及我對《紅樓夢》裡面 他怎麼樣去思辨情與欲的關係 怎麼樣去跟那個才子佳人小說 做一個超越做一個批判 總而言之我的結論是 這個情種就有如芝批所說 芝批根本認為他的名字諧音為情種 是一個全書的大諷刺處 他根本覺得這是諷刺 這種人怎麼配稱情種呢 所以你的名字諧音情種 是故意作者要來諷刺你的 這樣懂嗎 這是一個反諷 怎麼說我完全同意的原因是 他這個解讀讓我理解了 情中的若干作為 你們知道嗎 情中跟那個哪一個人發生了雲與情 是不是智能兒 智能兒是什麼身分 是個尼姑 我問你 你真的愛一個人 你會不顧他的身分 不顧他的處境 不顧他做這種事情 會對他帶來什麼樣的危險 然後就一味的想要去滿足自己的慾望嗎 你會嗎 真正的愛是這樣嗎 不是喔 真正的愛你會替他著想 你會擔心他受到傷害 為了怕他受到傷害 你甚至願意去犧牲自己的若干幸福 何況只不過是肉體的滿足 了解嗎 更何況一件事情 他跟智能兒的出世雲與 乃至於在路上看到某一位姑娘 還跟賈寶玉說此心大有意趣有沒有 然後這個寶玉是不是 還很不高興兩個人好得要命 可是聽他這樣講 還特別的把手抽回來 還很義正此言的跟他說 在乎說我就打了 有沒有 他的大有意趣是什麼意思啊 不錯喔 自己揣摩好不好 我們就不要用言語講得太落實 因為實在太不好聽 我要說的是 當他還在拉拉寶玉說此心大有意趣 然後又在那個水月安區跟智能兒 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整個背景是什麼 我真的要搖牙切齒 那個背景是什麼 他們為什麼會在路上 然後就到那個庵裡面 然後還看到一個鄉村的年輕小姑娘 然後產生這樣的非非之響 整個背景是什麼知道嗎 是他的姊姊秦可卿出病的過程 所以他的姊姊要去送葬的過程 那那個整個的傷葬隊伍非常浩大 所以一路呢浩浩蕩蕩 所以中間要中途停下來打肩 要休息要上廁所 所以才有那個機會去看到鄉下女孩子 懂我意思嗎 然後才會到水月安 因為是亭林啊 什麼他們女眷要去休息的地方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覺得秦中真的是秦種嗎 你的親姊姊死了 他現在是人生最後一個階段了 你就在他送葬的隊伍當中 一心在列取女色追求情慾滿足 這樣的人真的配稱為秦種嗎 所以當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完全同意支批的說法 他叫做秦種真的是諷刺 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連接 第16回他死前的這段話 我想也許我們作者 對於秦氏解帝的一個塑造 恐怕就不是如我們今天 一般讀者所以為的 是要來彰顯秦的超越的力量 所以不能用禮教來衡量 什麼之類的說法 可能就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那麼第16回秦種在臨死前 他就對寶玉一言勸說 我沒有什麼別的話要跟你講了 只不過留下這幾句話多有趣 以前我們都會覺得這很荒誕 這個秦種怎麼跟寶玉好的很 那麼彼此甚至是頗有一種 那個homo的疑慮的 是真的嘛 寶玉其實是雙性戀 對 尤其是他不是當場逮到 秦中跟智能兒在偷情有沒有 然後所以有了把柄對不對 然後他還跟秦中說 等我們睡下之後再來細細跟你算帳 其實下面作者不要多說 我們還不會有別的懷疑 作者偏偏這個叫此地無因三百兩欲蓋彌彰 他說那到底怎麼算帳 這個我們不知道不能亂講 我們就開始亂想對不對 你就不要講 我們就不會想嘛 所以呢 怎麼叫睡下才來算帳 你就知道說 好 我們就不用多說 好 總而言之 所以奇怪了怎麼臨終前 秦中突然講了一番 跟他過去完全背道而馳的話 這個突兀跟他的那個荒誕 一般讀者就會認為說這個其實是反諷 可是假設我們把整體再做一個考量的話 這個秦中臨死前的這番遺言 說不定剛好不是反諷 反諷的是他叫做秦中 這個才是真正的寓意所在 我們看看他怎麼講 他說以前你我這個自以為 那麼見識高過世人 就是自視甚高 所以我們放膽不羈 我們不遵守你們世俗的禮教法規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當然是超越人間的律法 我們是這個性靈派 我們由自己來主宰 可是我到今天才知自悟了 那是你在耽誤自己 以後還是應該要勵志公民 以榮耀顯達為事 說必就常探一生 硝然嘗試 那麼我在對這一段的理解是這樣子 真的非常長久的一個揣摩 跟他整體的重新不斷的協商 不斷的調整之後 我對這樣的理解 有跟過去不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人之將死怎麼樣 其言也善 這才是他的真正的價值觀所在 那從這個背景來講 那麼這句話 這段話 恐怕是帶有一種人生的總憑 死前回顧人生 痛改前卑 所提供出來的說不定 才是真正他內心中的價值核心 所以情中的中該怎麼理解呢 我給他一個不同的解釋 他這個中是指木古城中 你們都知道木古城中的這個中 就跟這個警示有關 是一個發人深刑 是一個恐怕呢 你得要歷盡滄桑之後 你才能夠聽得懂的一些命運的一個勸告 好 那情中就在臨死前的給了寶玉 這樣一個勸告 那想想看 對於榮民二公希望寶玉的歸引入政 不也是走的這樣的一條道路嗎 好 所以這樣的軌跡 我覺得透過情中的這個名字的設計 的一種反諷 乃至於他臨死前呢 人之將死前也善的一個轉折 說不定其實也是隱含著作者的悔恨之意 就是我沒有聽我的智友的臨終的一個警醒 了解嗎 而這跟全書的什麼烏葉儒文啊 那麼全書戲自愧而成啊等等 其實這又是有他的一致性的 那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想我們對情中的認識會不一樣 好 所以我們把情中的中 就解釋為木古城中的中 那麼有意思的是呢 知批也在這邊提到 這個你們也可以自己做一個補充 因為只有幾句話 知批說就在這個臨死的時刻 如果情中沒有講這兩句話呢 他就不是欲凶的知己了 這話好怪對不對 如果你堅持什麼就是要姓名 要煩禮教煩什麼之類 你大概就不能理解知批為什麼這樣說 你會覺得知批你根本不懂得曹雪芹的心 可是好奇怪 到底是他比較懂還是我們比較懂對不對 所以呢我想一路這樣子讀下來 我們對情中呢做一個調整 那麼這所有很多的證據就會呢 達到他內在的某一個一致性了 那麼也許這個說法會比較恰當 所以啊你可以看到知批特別提醒我們 獨死則之全是毀持之恨 太晚了 為什麼我這麼晚才領悟到這個道理 所以你看裡面的這個恨字 還是在說明曹雪芹他們無力回天 不能夠呢 來擔當家族的這個存亡絕續的使命的一種 莫大的一種自毀跟憨恨 我想從頭到尾你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為什麼在情中死前給他這樣一個遺言 我想以這個角度來講就一點都不突兀 他只不過是比寶玉更早悔悟到這一點 而且他把這個悔悟表達出來 而寶玉呢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好 總而言之 但是我要在這邊跟你們提醒的是 嚴格說來 如果我們從一個那個創作上面的一個學理而言呢 那麼知批這樣的解讀乃至於我這樣的解讀 有沒有道理呢 我覺得恐怕更有道理 來這幾段話唸給你們聽喔 他說實際上真的要注意一件事情 紅樓夢是一個很有高度自傳性質的一個虛擬創作 這個沒有疑問 可是什麼叫做自傳性質 自傳如果是說我就是把我經歷過的家族 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寫出來 這個不叫自傳式的寫作 真正自傳式的創作 注意又有創作 可是又有自傳的一個性質的作品 注意絕對不會是主觀性跟個人主義式的 相對的用自傳體寫作的衝動 注意喔 這個是都是一些文學拼評家 他們考察各式各樣的自傳寫作 還有一些是從學理上面 以及讀紅樓夢的各種角度來發揮 都清楚指出這一點 用自傳體寫作的衝動 其實都是跟一種懺悔式的迫切感覺有關 所以寫自傳往往背後常見的動機就是懺悔 好 那麼香港學者余真珠先生 他也同樣這樣的說法 他在讀了紅樓夢篇手作者的自白之後 然後他認為那麼實際上整部小說 在一生一道干預下的一個佛道幻滅預言裡面 事實上又蒙上了一層儒家思想的罪惡感 這就是全書什麼烏葉儒文 詮釋自恨的一個表達 其實都是出於同一個基軸 所以他說自我懺悔構成了紅樓夢寫作的原動力 而寫作又成為自我救贖的契機 透過寫作把那種悔恨得到一個宣洩跟調整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是從紅樓夢的角度來講 那我跟各位介紹過的 Princeton的教授普安迪先生 他也是這樣的看法 他說很多人基於本書的自傳性質 而誤以為賈寶玉只代表作者自身的本相 就是混淆了創作者跟主角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他不以為然 他殊不知自傳體的虛構作品 也常常帶有作者內省自己往事的反鳳意味 所以我想透過這些零零種種的說法 顯然我就很高興的發現 我的解讀應該是沒有錯的 因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紅樓夢就是在這樣一個懺悔式的 一種罪惡感的悔恨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麼展開一個對追憶前程往事的 一個敘事行動 那麼這個敘事行動是一種自我救贖 因為忘不了的他才會呢 一筆一筆的把他寫下來 所以忘不了的都是他的刻骨銘心 也因此沒有一個細節是浪費的 可是呢就在這樣的一個敘事行動當中 裡面所隱含的到底是在跟他所在的 那個世界相對抗 還是在於他不能維繫他所在的那個世界 而深感悔恨 這個恐怕是我們要仔細去驅變的一個問題 那在這邊當然我們是傾向於後者 好 總而言之 我們如果澄清這一點之後呢 對於紅樓夢的理解 可能就不是在以什麼賈寶玉 林黛玉作為作者的代言人 作為他所要彰顯的一個絕對價值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貶低其他 跟他不一樣的人 這樣的做法我們也許就要開始重新調整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寶玉的前身 就是女娲用來補天剩下的那塊石頭 他到底代表什麼意涵 他真的是一個價值還是一個人格特質 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喔 我們常常說 哎呀 寶玉 黛玉這種人呢 比較著重性靈 然後比較真帥 然後就給予他很高的一個人格的評價 那往往會援引莊子的什麼真人有沒有 莊子的什麼什麼自情自性 來這個作為他們這種人格價值的一個 一個渲染的一個理論依據 但是我一再的在想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把人格特質 跟人格價值給混淆 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但是我們絕大多數的讀者 往往去混淆這兩個層次 那只抓到某一種人格特質 可是因為自己比較喜歡 所以就把他很自動的貼上了很好的價值標籤 然後努力的來這個渲染他張揚他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看曹雪芹到底是怎麼樣塑造那顆石頭 請各位看一下講義 首先來第三項 這個丸石的品性 我們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一個解讀 第一個當然是大家最熟悉啦 這個毋庸置疑我也不用多說 就是這個丸石因為是36501塊 偏偏就只剩那麼一塊 所以很明顯 我們作者是要為這樣的一個人格特質 設定一個前身的一個這個神話式的一個條件 那麼讓他這個特質 給了他一個神話式的一個解說 那麼就他機靈的處境來講 當然以中國的那個價值系統而言 他是非常符合道家的一個一個道家的觀念 那麼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引述了這個一個引文叫做 《積於人而蒙於天》 實際上他就是莊子裡面的話 就告訴我們說 你積於人就是你違背於人群世道 可是呢你就會合乎天道 那麼你就會恢復天性 然後呢而不至於被這個人為所限 那麼這麼一來呢 當然這個機靈的處境 他可以是道家逍遙理想的落實 因為呢你沒有補天 你不要忘記那36500塊 每一顆發揮了補天的功能 可是他們的生命是不是就被定型了對不對 一顆一顆就死死的釘在天空中 我們望遠而去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 可是每一顆閃爍的說不定都是一種 我必須克尊職守的無奈對不對 奇怪我講笑話你們都不會笑好 就不好笑好 總而言之 所以一顆一顆的石頭固然發揮了才能 發揮了作用 也對這個世界有了一種既是穩定的一個貢獻 但是就個體來講 他是不是就受到了限制對不對 那可是相反的啊 這一顆石頭他無用吧 那道家不是一天到晚在宣揚 無用自為大用的道理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顆石頭是不是就很逍遙 然後果然喚醒入世之後 在甲府當中 他是不是整天也在大官員裡面晃來晃去 對不對 這個也所以非常的逍遙自在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無用就個體來講 可以是一個大用 這當然是那個道家所提供出來的 讓人來面對自己這樣一個現實世界 給自己另外一條出路的安頓之道 那麼可是問題是 畢竟這只是一種解讀這個機靈處境的正面角度 那麼從另外的角度來講 這樣的逍遙事上也可以說是一種人才的浪費 對不對 是一種功能的一個停擺 所以我要說的是什麼呢 我記得好像是林宇棠先生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實在太精彩 他說中國讀書人當他們得意的時候 就是說他們可以做官 然後可以去發揮才能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是儒家 可是當他們失意的時候怎麼樣 就變成道家是不是有道理 沒辦法失意的時候很難面對 你知道那個懷才不遇的感受真的是一個很高度的自我否定 那人在不能肯定自己的時候怎麼活下去 那真的是心裡的莫大煎熬 所以人一定要想辦法找出路來安頓自己 那道家是不是就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思想體系 原來你無用是大用 基於人可以謀於天 那你就合乎天道 那所以我想這個在《紅樓夢》裡面也是辯證式的 不同的價值觀 那麼有的時候是這個價值觀障上風 有的時候它卻又變成是負面的一個自我悔恨的根源 這個都是非常複雜的 不是絕對可以判分的 那麼所以這是一點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石頭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品性 那就是他的堅硬執著 那寶玉的頑強當然不用講 所以他抗拒著歸隱入政的那一個先祖的規劃 可是終究他也是得面對 那麼家族的淪喪以及自我的 那麼無可安頓的出路 總而言之那麼就他的這個執著的性格 我們請各位可以看幾條傳統文獻中 對於這個物相的一個性質的說明 包括呂氏春秋本位篇裡面有提到 石可破也不可奪其間 這當然是有道德訓釋在裡面 它是一個對偶式的便利的句法 下一段是單可磨也 等一下 單是一種紅色的石頭 那麼你可以把它磨到粉身碎骨 但是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磨到粉身碎骨 但是它萃取出來的那個紅色的顏料 依然是那麼的鮮豔 毫無吞色 所以不可奪其諸 好 那麼這當然指的是說君子的德性 就是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有不可奪的 一種人最根本的堅持 這當然是有道德訓釋 不過無形當中它借用的 就是石頭的某一種天賦的一種品質 那另外呢各位還可以看到 《淮南紫說靈緒》裡面也有提到 食生而肩 所以肩硬執著大概就是這類東西的一個 最鮮明 那麼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特色 可是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欸我們雖然講石頭啊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用石頭當然沒有問題啊 但是不要忘記啊 女娲用來補天的那一個石頭 已經不是單純的石頭對不對 應該是武色還記得吧 然後呢是通靈 所以呢下面就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我在《紅龍夢》的文本裡面 就找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是 打破了我們學術界 一般以為石跟玉是二分 這個二分呢 他們往往是對照於什麼呢 就是石頭被視為自然 視為性靈 視為真我 那玉呢被視為文明 被視為人為 被視為假我 他們做這樣二分的一個對立的一個理解 那我的看法不是 我覺得石跟玉根本不是二分 它就是同一個東西 所以果然請看下面一段是 《紅龍夢》第二十二回裡面所提到的 他那個寶玉 黛玉啊 他藉由跟那個寶玉之間的參禪對話 裡面就有提到 他說寶玉我問你 至貴者是寶 至間者是玉 而有何貴 而有何間 寶玉竟不能回答 所以他那次的參禪鬥志是不是就失敗了 對不對 那有趣的在於這裡 他用的是在寶玉的名字裡面做文章 你的名字裡面有兩個字 這兩個字各有他的特性 請問你擁有這個名字的人 你到底能不能達到你這個名字的符號的象徵要求呢 結果寶玉回答不出來 而這個名字的象徵意義當然就非常的重要 各位請先思考一個問題好不好 在甲府 注意不只是榮寧二府 還包括他們其他的旁枝比較窮的枝脈 是給依附他們生活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多當他們有重大祭祀 包括秦可卿的出病的場合 相關的各個輩分的人等都來參加 你可以看到很多他們的挑名的現象 我提醒你們一件事情在御字輩的這一輩裡面 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命名是單名還是負名 注意一下全部是單名 就是名字只有一個 就是比如說甲蓮是不是一個 那寶玉找死的哥哥是不是叫甲朱 他的同父異母的宿出的弟弟叫做甲桓有沒有 然後其他還有叫甲蟲 甲窮 甲匾 那個匾是玉字旁在一個匾 然後甲針有沒有 全部是單名 你們都沒有發生疑惑嗎 就當我在開始是用研究的態度 來看《紅樓夢》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只有甲寶玉他的名字是兩個字 是負名 所以這麼一來顯然他是有他很特殊的寓意 你不能夠只把甲寶玉就簡化為甲玉 然後說玉就是代表慾望 就是代表甲我 然後呢 寶玉的一生就是要否定世俗 否定禮教 要回歸真我 這種說法就過於簡化這個命名上面的深刻用心 假如說是那個意思的話 他就叫甲玉就好了嘛 他為什麼要叫甲寶玉 為什麼要多一個寶 這不是很多餘嗎 所以顯然他不能夠把寶跟玉 當成一個同義父詞來看待 玉跟寶是有區隔的 所以你們來看看林大玉明明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那麼寶跟玉是不同的性質的兩種東西 那麼寶它是至貴 貴是什麼意思 注意一下是不是世俗的價值觀 是可以用金錢來定義的一種珍貴的東西 可是玉不是啊 玉它顯然不被當作寶 珍寶這種東西是人為的產物吧 我上次不是提醒你們 我們的那些大笨鳥不對 污衊他們 是叫做河冠麻露 他們寧可吃肥美的蚯蚓 才不要你的什麼冰種翡翠 還記得嗎 所以只有在人為的世界裡面 才有所謂的寶跟貴的存在 這種等級的高下 然後他所擁有的這個價值的貴賤 這根本不是大自然的常態 所以很明顯這個寶是世俗的一個定位的產物 可是玉不是喔 玉它不被視為是假我是世俗的東西 不是一個慾望的體現 它是智堅 那智堅很明顯是回憶哪一種東西的基本性質 就是石啊 所以呢我當時發現到這一條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對於賈寶玉的玉的命名 恐怕要重新理解 原來它的玉呢根本就是被視為石 它具有石頭的特性就是智堅 但是因為它又有五色的美好 它不幸的落到人間之後 它是不是又用有寶的那一種這個範疇了 了解嗎 所以寶玉的矛盾掙扎就在於這裡 那所以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等到賈寶玉的命名的專題的時候再說 總之我們又看到因此寶玉這個人很特別 我們第三點 我想我的說法可能真的蠻顛覆性的 我認為寶玉根本上不是什麼真人 智人 就是被用人格價值來包揚的時候 用莊子的那個正面對人格最高境界的 真人跟智人來發揮的那一種人 我覺得寶玉其實是一個瑕疵品 它是一個成長不完成 也因此找不到真正自我定位的一個矛盾體 而這些內容我後來在那個支批 以及在它的神話的那個安排中 那麼找到可以去符合這個說法的很多的設計 我們很難想像 在一個儒家文化跟入寺思想 這麼樣具有主宰性 籠罩性的 一個文化氛圍之內 有一個作家他會寫一本所謂機靈者的一個真人 來進行反叛 我想這個大概是頗為困難 當然他會尋求另外一個人生價值的出路 但是我想他事實上還是可以使用儒家價值觀 來作為一個進入 讓我們看看實際上他怎麼樣透過這部小說 來進行自我懺悔 那麼而就這一點來講呢 各位我們對於這個時候 神話進行反思的同時 我們也很微妙的發現說 這個神話的內部結構實際上呢 也符合我們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而挖掘到呢 作為一個儒家事業的落空者 他怎麼樣深深感覺到自我慚愧 所謂的毀持之恨 那麼所以我們在那個論文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 各位你們注意一下 上次我們延續上一週所談的 就是說寶玉他固然從道家的思想來講 可以視為一個真人 可以視為一個智人 然而呢 衡量一個人物的一個價值 以及他人格特質的角度 事實上是不是只有一種 那麼如果說呢 回到這個儒家的系統 那我們可以發現呢 神話學提供了另外一個解讀的角度 所以我們特別分析出一個重點 叫做從這個補天石背棄不用的 這一個背後所隱含的一個神話思考 他事實上呢 可能指向一個 我們過去沒有思考過的面向 那就是呢 這一顆背棄的補天石 他實際上呢 隱喻了一個人 在成長過程當中的一個認同失敗 也就是在托父入母的 托母入父的這個過程中 那麼發生了忠措 那麼這個忠措呢 使得他的成長就進入到一種呢 進退失距也茫然無惑的一種呢 一種困頓之中 那麼就在這個困頓之中呢 每一個存在者 他必然要努力去尋求另外一個 肯定自己的一條道路 而這時候道家所提出的那條思維呢 剛好就得到了一個契合的餘地 所以我們現在仔細來看一下 從這個神話學的隱喻來說 補天石他的鍛造跟他的目的 不要忘記 他事實上呢 就是要進入到父系社會 以及呢 由父系社會呢 所形成的一個象徵秩序當中 那麼去擔任責任 擔任義務 然後呢去為這個世界的運作去付出 但是呢這個被棄的這個中間 那麼遭錯的一種這個待遇啊 使得這顆石頭呢 突然之間這一條大家所走的一條正軌 那麼在他身上呢 就突然之間斷上了 那麼這個斷上之後呢 你會發現也就是說 他從一個自然的只有胎動的節奏的 那樣一個原始的母親的世界 然後要經過鍛造被文明化 然後呢要進入到一個所謂父親的世界 這中間他就能進入到一個 前後那麼進退兩難的一個困境當中 就是說他已經被鍛鍊通靈 他已經被賦予靈性 他已經呢 擁有了許多入室的知識跟準備 那麼所以他不可能再退回到母親的懷抱 在子宮的養水裡面 再去享受那種混沌的 那種自由的 那種完全無憂無慮的處境 可是呢 既他又因為被摒棄在補天事業之外 所以他也不能夠呢 真正的成為父系社會的一員 所以呢 我們用這個神話學的隱喻來說 簡單來說 這個補天石的鍛造和目的 本來是意味著脫母入腹 然後由自然到文明的一個過程 那麼我們可以從那個Neumann 也就是榮格的一個大弟子 他的那一部大母神的著作 其實呢是神話學方面的一個權威 那裡面呢 對這一個現象剛好有一個 非常這個具有高度的普遍意義 也有原則性說明的一個詮釋 那麼他就指出喔 事實上呢 所謂的脫母入腹啊 他其實就是逐漸放棄母性的原型世界 好 那麼去跟這個父親的原型世界呢 相妥協相認同 然後你慢慢呢就可以變成了 這個有秩序的 那麼在規則的一個規範底下 運作的世界中的一員 那麼你也會成為一個現存秩序的維護者 換句話說 你就是從母親懷中那種沒有責任 那無憂無慮的生活呢 然後啊進入到一個充滿了你應該 然後你不能有許多限制的 這樣的一個文明的世界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文明與責任 所構成的世界 那麼用一個專有名詞叫做象徵秩序來代稱 所以你們看時間到了 我們得來上課對不對 然後呢你不能夠這個任性 你不能夠按照自己的節奏為所欲為 那這就是我們在文明世界裡面 大家都共同遵守的規範 那麼石頭的鍛造跟他變化的方向 其實呢事實上是剛好符合這個神話學的隱喻 可是呢我們的曹雪芹 一方面接受中國傳統文化 在這個神話的運用當中的一個基墊 出來的一個新的形態 那麼這個新的形態呢 剛好又符合這個神話學的這種解讀 就是說這一顆補天石 也就是賈寶玉的前身 他所展開的這一個成長過程呢 其實是橫遭中斷他並沒有完成 所以呢請各位注意到一個說法喔 這個說法是清代平田家所提到的 我覺得非常有趣喔 他們也發現說一個本來要補天所用的石頭 為什麼就被拋棄不用呢 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本身 並沒有被百分之百的完成 換句話說他是個瑕疵品 所以他才被呢丟棄 然後排除在正式的這個作業程序之外 那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欸 滿有意思的喔 我們逐漸發現曹雪芹在對賈寶玉的 這個前身的石頭 其實設計了非常多有意思的 而且都在呼應這個瑕疵品的一個暗示 我們等一下把那些證據來給各位參考一下 總而言之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樣的一個背棄之石頭請你們注意 在他整個成長蜕變過程中 因為橫遭中斷 於是呢他就處在一個 所謂的非母非父的一個終界地帶 什麼叫非父非母 就是說進退兩難 再也不能回到過去 那個原始的一個自然的一個這個混沌世界之中 可是他又背棄又被人為的排除在外 所以於是這顆石頭 其實他的存在的認知就會產生困惑與混淆 乃至於充滿了很多的曖昧 乃至於不能夠肯定自己的那些恐懼 所以他一方面失去了自然母親的庇護 不能夠再回到充滿混沌的一個母性空間 這個母性空間Cora它是一個希臘字 那麼當然是這個法國的一位非常優秀的女學者 克里斯蒂娃她特別借用希臘字來說明一種 胎兒還在子宮養水當中的那一種 只有聲音跟節奏的原始狀態 那個叫做母性空間 那麼所以石頭不再能夠回去 可是呢她又已經鍛鍊通靈了 但是呢卻又不能夠真正進入到父親的建構 出來的那個秩序跟原則之下 所以她也喪失了象徵秩序的編碼 所以老實說 作為這樣的一個非母非父中介地帶 而不知如何前進 而卻又再也不能後退的這種處境 我覺得這是這顆石頭呢 它存在上面所必須面臨到的最大的痛苦 所以不知道該如何安頓 不知道自我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這就構成這顆石頭前身 乃至於賈寶玉的這個金氏 他們事實上的人生中最核心要解決的問題 那麼我們就可以因此發現 它在背棄而處在非母非父的中介地帶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回作者有特別寫到 尤其是在跟這個降豬仙草有關的 另外一個神話 我們這個石頭再次出現 是不是就是降豬仙草 跟另外一位神界的人物彼此之間 建構出一個所謂的牧石因緣 而有接下來有環類這樣的一個宿命 那麼那一位人物你們都知道 就叫做神陰侍者 還有印象嗎 好 這個第一回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這邊有一個我們先插播一段話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說那這個神陰侍者 跟這個石頭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那麼學術界對這個問題 事實上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 有的認為那顆背棄的丸石 它就是神陰侍者 這是一種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說它不是同一個對象 有一個解釋是說那顆石頭 當它被棄在青梗峰之下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因為它非常的笨重 非常的龐大 所以它聽到那個一生一道路過 講人間的繁華的時候心向往之 它有一句話講得很有意思 它不是說嗎 這個弟子不能失禮了對不對 所以它就直接口吐人言 但是有提到我不能失禮 它為什麼不能失禮 因為它太笨重 它沒有辦法動作 那麼就此來講的話 那它就這樣的一個存在性質的設定 它怎麼可能會變成一個降豬 那個跟降豬仙草發生關聯的 那個神陰侍者呢 那個神陰侍者不是非常逍遙到處去玩耍 有沒有 好 然後在那個赤霞宮掛了號 然後錦幻仙子前面掛了號 然後呢 就到處遊玩 然後到林河岸邊才看到一個快要哭死的 奄奄一息的降豬仙草 然後大發慈悲灌溉它 還記得這段話嗎 所以有學者就認為說 那這兩者之間 他們行動力上面的巨大差異 事實上是應該是不可能等同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看到很多學者 就這個問題發出各式各樣的見解 那我覺得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只是呢 我在想 我們如果從全書的結構 尤其是寶帶之間 他們從前身到金氏的這個姻緣 這麼樣緊密相連的關係 就他的結構跟他的形式來講呢 那麼神陰侍者他必須就是石頭 不然的話會非常奇怪 因為石頭是賈寶玉的前身這毫問題 那神陰侍者究竟是誰 如果他不是賈寶玉 那麼這就非常奇怪啦 那入世之後的神陰侍者 所灌溉的那個降豬仙子 也就是林黛玉 那他還類不就會還錯對象嗎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是周汝昌先生 他事實上是洪學的大師 今年5月才過世 那他的論證看法 他是認為說神陰侍者 應該是珍寶玉才對 好 那這個他的討論 當然我想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證據 跟他的理路 那我只是認為說 從全書的這個結構來講 這個基本主軸是不可能改變的 也就是林黛玉的環類的對象 一定是跟賈寶玉有關 這個是必然的一個結構上面的規定 所以這麼一來 神陰侍者必須就是那顆丸石 那至於他中間是怎麼分合 究竟怎麼樣合理化 他們之間的關係 我想這確實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只是這個大問題 我覺得討論起來非常的麻煩 而且老實說 無異於我們來解釋這個神話的內涵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就誠而不論 總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的這個認知裡下 那神陰侍者他就必須是石頭 所以他才能夠跟降諸仙子 發生這樣的一個前世的因緣 那麼要注意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注意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那個神陰侍者是住在哪裡呢 是不是住在赤霞宮 有沒有 就在第六頁 我們第一回第六頁的第五行有提到 時有赤霞宮神陰侍者 然後日以甘露灌溉 各位同學這裡每一個字 就請你們好好的記在腦海裡 因為每一個字都有很深刻的寓意 這個深刻的寓意未必是曹雪芹自覺所賦予的 而可能傳達了他潛意識裡面 根深蒂固 古連他自己都沒有自覺的若干價值觀 等一下你們聽下去就知道我到底在說什麼 他用的是甘露來灌溉這一顆奄奄一席的仙草 好 那麼請看這一個赤霞宮的秘寧 所以這個霞字非常有意思 那你們知道赤 毋庸置疑 他這一種顏色在《紅樓夢》裡面 是一個非常主導性的 那麼也可以說是男主角最偏愛的一種顏色 對不對 全書叫做什麼 《紅樓夢》 那我們賈寶玉在大觀禦裡面住的叫做 怡紅院 然後他是不是很喜歡吃女人 女性 不能說女人 他不喜歡女人 叫少女嘴上的胭汁 紅色的胭汁 紅色的吧 只有現代我們這些搞怪的演藝圈 才會用個什麼煙燻妝 黑色的口紅有沒有 因為他們要創造出很奇特的風格 在古代簡直沒有辦法想像 我跟你們說 在古代 他們對於這種女子的裝飾 裝扮 他們也有一套跟音樂同樣的邏輯 就是說你如果搞怪 特別的詭異 甚至提妝 就是好像在南朝有人做那個提妝 就是婦女化妝的時候在眼睛下面 點上一些痕跡 好像在哭泣那樣 他們就覺得這非常詭異 證明這一個時代快要亡國 對 他們就用音樂的那一套理論 有沒有 古人不是說嗎 隔江遊唱後庭花 你唱後庭花普遍流行的時候 表示這個國家已經到了沒有生命令 那麼陷入迷迷之音的這個局面 那那個所謂的提面妝 還有跟什麼黑色的口紅 跟我們現在這些煙燻妝恐怕在古代的人的認識裡面 大概也是亡國的徵兆 那當然時代不同了啦 我們的審美觀實在是越來越多元 那所以古人呢 女性唇上所點的 絕對是紅色的唇妝 然後呢 還記不記得 習人在歸真寶玉的時候 有一條就是希望他改掉什麼的毛病 愛紅的毛病 有沒有 隨手看到胭脂就抓起來放在口裡面 這個是所謂愛紅的毛病 那無庸置疑在古代的這個性別符碼裡面 他其實指的就是跟女性息息相關 那所以呢 這個赤匣公的赤字 在前世當然就跟我們賈寶玉的那一種 女性的少女崇拜意識息息相關 這個無庸置疑 但是有趣的就是呢 除了赤之外他另外用一個字是匣子 那麼各位請注意這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這個匣子是什麼偏旁 是玉字部 那麼神陰逝者的陰是什麼部首 也是玉字部 所以你可想而知這都是在神界 所以在神界呢 與那個石頭相關甚至是同一的那些 這些角色 這些存在 都是玉字邊 都跟玉有關 所以玉石基本上是好而為意的 這我們一直在跟各位強調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可是這個以玉字為偏旁的匣子 卻又代表了這個玉的美好中的不完美 它是瑕疵的意思 對不對 就是玉上面的斑點 然後破壞掉它的完美的一種缺憾 好啦 這就太有趣了 為什麼這顆玉那麼通靈又那麼美 無色食 可是呢 它跟它相關的住所 命名卻是有一個瑕疵 所以請你們注意 這個玉有病的詮釋 就是支批所提供給我們的一個非常準確的線索 他說為什麼這個神醫使者是住在赤霞宮裡 因為他呼應的是呢 寶玉的這個前身的玉啊 這顆五色食 這顆美食 事實上是有病的 它是不健全的 所以就這麼而言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跟我們剛剛用那個神話學的隱喻來解讀 補天石背棄的這個處境 是不是剛剛好 那麼若和福氣 就是完全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顯然說我覺得《紅樓夢》裡面呢 它在塑造這麼多 讓我們覺得非常精彩絕艷的 這些眾多角色的同時 我們是不是忽略掉另外一個作者的苦心 那個苦心是什麼呢 各位請看一下 除了這個赤霞宮的瑕疵是玉有病的這個意思之外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寶玉的來歷在甲宇春的論證之下 是不是指出他的先天秉賦 有一個像基因一樣 來自於人類沒有辦法用人為方式 去決定的某一種人格特質 他用了企劃論的這一套理論 來詮釋他 所以說賈寶玉這類的 是不是都是所謂的正邪兩副 對不對 有沒有 是正氣跟邪氣 那麼團合在一起 然後呢你不能消除我 我不能夠含瓜你 於是呢很矛盾的結合在一起的 某一種不能夠歸類的性質 那麼這個正邪兩副呢 是發生在第二回的那個 冷子溪的演說榮國府裡面那一段 那那一段呢非常複雜 我得要用兩篇都超過三萬字的論文 來分別解釋 所以你們如果讀不懂 事實上是非常合理的 我後來才發現裡面其實涉及到 我們曹雪芹他在面對人的性格的養成 他涉及到先天跟後天的種種的理解 那這個呢其實非常的寶貴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我簡單說所謂的正邪兩副 不只是在做這些人的獨特 他們的秀意 秀意就是指他們非常的好 那非常的突出 那不能用一般的規範來分類他們 來限制他們 那麼但是同時這個正邪兩副 是不是也隱含著一個意思 那就是他們其實是病害人格 就是不是很健全的 那麼在正氣當中又有邪氣 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 百分之百的那個大惡之人 那這些人到底要怎麼辦 在這個世界形形色色的 這個性格類型當中 他們到底屬於哪一種 所以是在沒有辦法歸類的情況底下 我們作者用這樣的一套 這個企劃論來做解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正邪兩副他是用來詮釋 在我們世界上很少見 可是他們很特別 那因此所形成的一種人物特殊景觀 那他們是不是其實是所謂的病態人格呢 這個也許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一點 那他們為什麼是一個病態人格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們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歸類 那麼他們自己也未必能夠找得到 很適合的一種身份認同 什麼叫身份認同 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邊身份認同有很多很多的解釋 那我比較喜歡那個Taylor的一個說法 他說呢所謂的身份認同 是指一個人在體系當中 你所佔據的結構位置 但是這並不重要 我覺得重要的是說 那麼如Taylor所說的 他其實並不是你的階級 你的職業 你的倫理角色 等等這些外在的歸屬 就是說所謂的身份認同不是說 我知道我是一個老師 所以我該扮演怎麼樣 一個言行或者是風範 那你是一個學生 你就該認真讀書該怎麼樣 這個是因應你外在的 這些身份跟一些歸屬 所賦予你的一個人格的要求 但是身份認同其實不是 我比較喜歡的是說 他A Taylor認為呢 認同不是自己是誰的 一種描述性的問題 描述就是我做一個描述你屬於誰 然後你出生於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如何如何 這個都只是一般外在的描述 事實上呢他說得很好 認同是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你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為什麼活著 我的存在的 使命究竟在哪裡 然後我該怎麼樣去實踐自我 這個才是真正核心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就此而言呢 那麼所謂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人 的這樣一個認識 往往就會讓身份認同 就指涉了自我覺醒 自我形象 以及自我投射 自我尊重 等等的一些心理學意涵 所以所謂的身份認同 絕對不是說我在這個社會 或結構上面找一個安生立命的地方 那透過這個結構的位置呢 我去扮演我應該要符合 這一個結構位置的一些角色 他事實上是不斷的 要回到你的內心去問 你究竟想要做一個什麼樣人的問題 那你應該或者是你努力 那麼該實踐的是哪一種自我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假如用這樣的一個身份認同 來理解保育這一種進退詩句 托母入父在中間失敗的 這一種忙活詩句的一種狀態的時候 你就可想而知 這個人他不矛盾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知道嗎 一方面他享受這樣的一個富貴場 所帶給他的溫柔香 帶給他非常高的一種炫耀式的品味 好 這個已經變成他性格中的一部分 然而除此之外他不知道 那麼我該繼續做什麼 然後呢以至於你會發現 寶玉在全書當中往往流露一種 好像不負責任的感覺有沒有 他常常覺得說我只要活著一天 有姐妹陪我一天管他這個以後不以後 有沒有好像常常有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表態 那事實上這就是出自於他 不知道他該怎麼辦的問題 那麼你們要注意 你要繼續享有這樣的一個 賈府的富貴場跟溫柔香 所帶來的性靈上的安頓 你首先該做的事情 是不是維護這個富貴場 假如賈府不存在 你憑什麼可以過這樣逍遙的生活對不對 機靈者不一定就能夠逍遙 你機靈還要能夠逍遙 還有其他環境的配合 可是維持這個環境 你就得要做一些所謂的經濟 仕途之事對不對 那這又是寶玉不願意的 所以你看他抗拒的是他非做不可的事情 然後他抗拒的是一個 他現在賴以存在的那一種生活的前提 你說這個人不矛盾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其實一直活在一個 自己沒有辦法排解 然後不知道怎麼樣去解開 這樣的一個心中的矛盾 哪是一個存在的一個矛盾的 一個處境之中 所以我覺得寶玉的這個所謂進退失去 以及他的玉有病 事實上都根源於他的這個成長過程中 沒有辦法完成 而形成一種不健全的處境是息息相關 那麼所以我想《紅樓夢》中 還有別的地方再呼應這一點 那麼請各位注意到 這邊有一段非常好玩的話 那個是我以前讀的時候都沒有注意到的 當作者給赤霞公的霞用來隱喻 寶玉的不賺錢性格的時候 文本當中同樣有另外一條作為呼籲 第十九回那麼就是襲人回家省親嘛 那寶玉是不是想念他 就偷偷的離開賈府跑去他家有沒有 然後結果一開始當然襲人非常驚慌 因為說糟糕了你怎麼都沒有講 沒有跟家兒講一聲就偷偷跑來 這已經會鬧得天下大亂的 所以你們要知道賈寶玉是沒有自由的 不像你們半夜回家都沒有關係對不對 那寶玉不是啊 然後所以到了他家之後 反正寄來之嘛 那總是還是接受他們的一番招待 那我們襲人呢也趁這個機會 寶玉身上有一個寶貝 是不是他帶著那個通靈寶玉 然後他就把他拿下來給他們家 真的是小心翼翼捧在手心讓大家去傳閱 然後就在給他們傳閱的過程中 就講了一段話 那麼襲人就對家人說啊 哎呀時常說起來都當時很稀罕的事情啊 然後中間就點點點我們刪掉 最後他講了一句 哎呀其實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 好就你們看看吧 你們知道這個話裡面帶有怎麼樣的意涵 有什麼意味 其實這邊有一種自得對不對 為什麼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呢 我天天看已經看了也不覺得怎麼樣啦 你們很稀罕啦 這是不是比較出我的某一種優越的地位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面確實有這樣的一個隱隱然的自得 一種優越感 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東西 我覺得芝僻在這裡給我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呼應 那麼芝僻就說啊 哎你們都覺得這很稀罕 其實不是 他只不過是如此而已 所以在文本的另外一個層次底下呢 脫離了襲人的那一種有一點點自得的語氣跟心態之外 從全書的一個價值觀來說 支批說 他說啊我現在看這一段話 襲人這段話的一個說法喔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作者就是要借襲人的這段話做什麼用 為貶欲原非大觀者也 你們只要記這句話就好喔 原來在文本那麼敘事脈絡之外的 另外一個作者的聲音他是要告訴我們 事實上這顆玉真的沒那麼了不起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真人 我們大家都心向往之 不是 他事實上從儒家的或者是某一個角度來說 玉其實並非大觀 那大觀這個詞你們都太熟悉了對不對 將來寶玉就是住在哪裡 那是為他量身訂做的樂園 一個溫柔鄉一個女兒的淨土對不對 那不就叫做大觀園嗎 所以就此來說 我覺得大觀在《紅樓夢》裡面 他事實上呢隱含著一種吊詭 大觀的意思就是非常豐富 包羅萬象 好 這個世界最完備都濃縮在這裡 這個叫大觀 但是住在大觀園裡面的那顆玉 他事實上並非大觀 而這中間的吊詭其實某個意義來講 普安迪先生說的很好 他說呢這個意涵有一點是在告訴我們說 當 寶玉 含 待玉 這些玉自備的人呢以個人主義 那麼視自我為完滿的狀態 而追求自我的一個充分的時候 事實上呢他們忽略掉一點 人永遠只不過是一個小部分 人不可能等同於大觀 他們太局限在自我的世界裡面了 而誤以為自我就可以含瓜世界 這當然其實就是一種反諷 所以呢就此來說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後來就來論證在思考這個問題 於是呢我感受到 也許曹女晴在另外一個層次 他是在告訴我們 一切的個人主義者某個意義來講 都有一點像水仙化的自戀 誤以為自己就可以含瓜整個世界 而這麼一來呢 他其實反倒落入到一種 非常狹隘的自我當中 那麼所以就此而言我想這個問題 當然還要很多的論證 那我們先把這個結論來跟大家分享 至於論證的過程以後有機會再說 總之我們把剛剛所講的東西 再做一個簡要的一個概述 就是說這一顆玉當然他就是補天石 背棄的那個補天石 他陷入到一種托母入父的一個這個失敗 成長失敗以及身分認同 那麼也這個沒有辦法健全完成的狀態 於是在一個病態的 然後這個曖昧失聚的處境底下 他住的地方叫做赤霞宮 是一個霞字有病的玉 那麼同時也呼應到 玉其實恐怕並非大官的一種價值觀 那所以嚴格說來 我覺得如果從這些點點滴滴 綜合來看的話 你還是會發現賈寶玉跟林黛玉 這兩個玉字背其實不只啦 你們有沒有發現紅樓夢中名字有玉的 而且是玉的全型的人 他們是不是通常都比較自我 例如還有誰 簡直是黛玉的極端化 那個比黛玉還要更過分的多有沒有 就是妙玉對不對 還有呢 有玉的喔 哈 哈 誰 珍寶玉 好 對啊 珍寶玉簡直跟寶玉是雙胞胎 根本完全是一個模子出來的 那麼這些玉字背的人 你們都可以發現 他們其實真的是自我個人比較鮮明 某個意義來講也是比較是 有濃厚的個人主義傾向的人物 那麼就此來講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作者恐怕不認為 這樣的人叫做真人 叫做智人 說不定他們其實是另外一種自我迷失 而不能夠在群體當中 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某一種自我限制者 好啦 所以這個是我們把這個石頭神話 做另外一個角度的一個反思 那當然既然是反思 他所提供的一個解答 很可能就會跟你們一般所看到的會不一樣 那我想這個就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讓大家知道說原來經典 其實他真的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去進行理解 而說不定其實都有可觀之處 好 那這個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自己討論一下 就算在兩者身上 來做的那裡 我的天安 我現在看到某一方法 明天安 我我剛才會偷入